把它看成是 使得这些周的策略 变成一个趋势 变成一个潮 那说白了就是用嘛 或者致使导致 或者是这里 大家可以稍微记一下 fashion作为动词 就是制作或实成型塑造 所以这时候用了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是 HAD 那这些HAD就告诉你在之前 亚利桑那 因为现在目前为止 就在说否决这些事情 都是在说的过去 对吧 过去完成时 说的是在否决以前 他们尝试来去 制作一些州的策略 这一块结束了 然后后面给你解释一下 没有加逗号的定数据 这些州的策略 Round Parallel 平行于现存的 州的政策的 那明显现在这些否定到 因为这个 就整个这段告诉你是 现在现在 就是联邦政府在这方面的 决定规划 还是包括什么 优先权杖 不可置疑的 Non-controversial 所以这段其实告诉你是 关于亚利桑那州的一些 推翻的事情 就是 Overturn Overturn 是什么 给你解释一下 但是你要判断出来 这一部分 大部分目前讲的是 类似于 这个低的投票里面 Zona Immigration Law 然后 这个 就是 低的投票率 5比3 把这个亚利桑那州的 这个法律 就否决到 为什么否决到 OK 继续 然后大部分条款都破了 然后继续领解释 那justice 又碰到这件事 永远在 这个美国最高法院里面 有这个语境 上面就说了 有最高法院 这个justice 而且一般都是大写 就是表示 法官 最高法院里面 一共有9个 这里相当于他说的 刚才就跟你说的是 5比3 或8比0 说明有一种没投票 我看了一下原文 其实 就是 文章的原文 他跟你解释一下 其中一个是弃权了 然后 所以这里说的是 这个法官 逗号 那后面肯定 定语 这个法官的主意到后面 这个法官是被加入 被 首席法官这个人 和 这个法官的一些 liberals 在这里稍微 虽然说不太重要吧 但是你要判断出来 在美国 咱们上次说 liberal一般就是 自由派 自由派是 奥巴马拜登那一派 保守派就是 川普 布什那边 所以这里他说的是 反正就是 这些法官 这个法官 被 就是还有这个 join by 被加入 那就是说白了 还有 还有一个首席大法官 还有这个法官的 一些自由派的人 这些人规定到 或者是 就这个人 注意到吧 就这个 决策到 兵器统局 这个州 飞得 太近了 对于联邦政府的太阳 这个民间人比喻吧 而且包括 告诉你 奥巴马 是 liberal 这里他专门 就提一下 是这个 法庭的 这些 自由派的 法官 那是不是 向着奥巴马 所以你要读懂 这句话 明显他 也想说的是 支持奥巴马 也就是说 这个州 就亚利桑那州 飞得太近了 对联邦政府 的太阳 那是不是 不太对 飞得 too close了 然后所以 在这个 推翻的条款里面 这个 大多数人 held that 认为 hold的 作为兵器同学 经常 大家写作文说 我认为 I hold that 认为 大多数 还是当然 那个5比3 国会 已经故意 是占据了 这个领域 那这个领域 明显就是 上文中说的 什么什么 尝试去 这个 执行 联邦政府 移民法的 这个事情 而且这专门 你加了一个 庄影号 而且同学 这种句子里面 这个得太重要了 占据这个领域 你什么时候 碰到这个得 我再说一遍 这个后面的名词 没有任何定语 那你一定要把 判成这个 然后这时候 你的脑子里面 就会帮助你 你去想 哪个领域 那就是上文中说的 亚利桑那 中心的想要去 尝试进入的领域 所以他自己说 国会其实故意 在之前是故意的 deliberately 占据这个领域的 然后亚利桑那 因此是侵犯到了 联邦政府的 特权的权利 所以这一段 是在这里解释一下 那个5比3 why 为什么推翻 亚利桑那州 专门令提到 就是同学 你要考试的时候 这种文章好吧 我已经说了很多次了 我大胆预测 今天考试英语会比较难 比较难就考细节 然后考细节的时候 你读不懂 读不懂怎么办 你通过这种 他能不能想到 是支持奥巴马 是向着奥巴马 一般都是这样 所以说后面 整个这段 都在说的是 为什么推翻 就是否定 knock out 亚利桑那州的 那个移民法律 OK继续 这句话没什么单词 有没有记错了 对了 有一个voice include 那这些intrude这单词 就是 有种那种 干扰别人 比如说你闯进别人家 这是实实在在的intrude 但如果经常 在抽象的意思 是侵犯了别人的隐私 你看了别人什么东西 intrude 而且这单词 一般都是不具有种词 所以你一定要后面 加一些什么 一般情况下都是on 有可能你加with 有可能你加in 这都倒是没有全错 不是固定大配 你可以看后面有些时候 这里用的事情出当 对吧 有时候会用with 有时候会用in 这都不一定 但这单词 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不具有种词 然后 它的形容词也比较常见 intrusive 就是 这个 用来形容一些东西 干扰的 侵入的 或者 就是 打扰别人的 intrude OK 所以这段出的是 5比3里面的 这个5 为什么 或者 因为这两段 先说的是 奥巴马政府是一个小的胜利 对 所以告诉你 就是奥巴马这些小的胜利 是怎么样的 第一个投票里面 5比3 然后上一段说的是 反正就是 宪法的这种原则 也无可争议 是吧 雅典特那时候 尝试去做这些事情 平行于现存的联邦法 那肯定不行 然后所以 又给你花了一段 法官是怎么解释的 OK 开始同学们 下面 However 说明 刚才你读懂这一段话 就第一段话的时候 现在逻辑应该非常清楚 这是两个 2 vote 但是 咱们刚才 就不是刚才 就是一直以来我家说的 but 另外是后面的主要意思 整个这两句话主要的意思 现在只给你说了一下 这个第一个vote 对吧 first vote 但是现在明显的标准的一个让步 然后马上开始 你现在脑子没 你还很清楚的是在于 第二头发没说呢 然后所以后面又一个 towever 那说明整个这篇文章 其实还是作者一 第一段告诉你 他主要不是想说的是 奥巴马政府胜利 而且前面用一个modest 非常小的胜利 他想说的是 宪法 奥巴马尝试来去 把这个平衡打破 终于宪法 违不违宪这件事情 是一个失败 继续 然后呢 但是 这些就是 法官们 说 亚利桑的警察将会被允许 来去验证这种法律的 status状态 合法的状态 对于一些人 什么人呢 定通局 明显是这种people的户 前面就一个人 这些人是 就是联系 跟法律的执行 有关的人 那这里肯定就是说来的是 移民的人们 或者是这个偷渡的人 因为现在说的是这个 immigration 移民法 好 然后这里面几个单词 第一个是这个 verify 这个词 大家现在 我不知道你们对他 有什么看法吧 就是 现在任何的什么软件 发的短信 什么verification code 验证吧 这动词就是验证 然后 你现在登录着B站 然后什么什么 数字验证吧 发着短信 里面如果你换成英文版 就是verification code 这个全世界通用 不光是中国 有全世界都 现在 我也不知道 谁发明的 这玩意儿吧 很烦 但是你越烦 可能这个单词 你就记得越准 verification code 然后动词是verify 所以这里 他其实说的是 这个法官们 法官们说 就是亚利桑的警察室 将被允许 可以来去验证 这个Ledal status 然后另外一个细节 是在于这几段词 大家 我不知道你们 记得怎么样吧 反正 怎么说呢 今天文章里面 就出现了两个 statute 这是加T 表示法规 法令 一会儿也会出现 然后现在说的是status 表示一个状态 表示一个地位 这里说的是 Ledal status 说白了就是你的签证 你的合法权益 有没有绿卡 什么什么 是不是什么 不知道绿卡 签证状态 然后statute 就是雕塑 这三个单词 长得确实像 但是意思差得很远 就完全没有这样的关系 所以这种时候 我希望大家 一个是你多看 多复习 另外一个就是 你要发音 你通过发音 来去把这个拼写要记住 然后可以帮助你快速 就是通过发音 然后拼写来识别出来 比如这里 你要记住status statute 然后这里就是statute 法律 所以这里说的是 Ledal status 法律的这个状态 地位 所以他们就是 但是这些 就是刚才说是 推翻不合理 就是不能来去 怎么说呢 就是平行于 现存的联邦政府 的法律 对吧 但是这些 法官说到 警察将会被允许来去验证 这些法律的地位 合法地位 然后呢 那是 那是 那这个大字就是上一句话的 可以来去验证 法人同意 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国会 这里是 现在不要读懂了 是国会 三权分立里面 另外一个 第一次提到 之前是 最终法院和政府 这是国会 那是因为 国会 总是 设想了 invision 咱们那些招数了 想象 对吧 预想 联合的 joint 这单词 除了形容词 就是joint 其实很好记忆 你都想成 不是想成 但名词的意思 就是中文的关节 关节就是把 这个和这个 连在一起 对不对 但是你这里判断出来 是形容词呀 名词是关节 所以形容词 就是联合的 所以国会 其实总是设想了 一种联合的 联邦 和州的 移民的执法 和明确鼓励 州警察 officers 来去分享一些信息 和合作 和联邦的同事 所以这一句话 这段话 其实非常清楚 就非常简单 告诉你就是允许 但是上文中说 但是了 虽然说推翻了 对吧 或者否决了 但是 however 或者but 是可以 verify 然后why 这个why你自己 清晰就行了 就是国会 总是设想了 这么一个联合的 联邦和州的 一个努力合作 然后继续 然后two of the three objecting justices 在三个 里面有两个 的反对的 这个 法官里面 那这里明显 这一段一上来就告诉你 现在还又回到了 还是在说第一个 就是 投票 对吧 因为上文中说了一下 就是虽然说否决掉了 5比3 但是他们允许 可以验证 然后还在说这些 因为只有三个 说明上文中是5比3了呀 那在三个这个反对的 法官里面 有两个 就这个人和这个人 他们两个是同意 agreed with 这里又稍微说一个细节 在大家写作文的时候 我觉得你写作文 肯定会用agre 这些词的 就今年这种新提醒 千万记着 agre 你不能说agreed something somebody or something 一定要加着with 如果你想加着 兵议从具 那可以说agreed that 但你想说我同意他 我同意这 同意这文章 对吧 同意是passage 同意什么 一定是agreed with disagreed 一样 这个我已经见了 一万词在写作文的时候 大家不注意 agre永远是with 所以这两个人 其实是同意这个 宪法的逻辑的 对 上文中说 这个宪法的逻辑 就是上文中说的呀 这个 这一段吧 应该说的是 就是国会 州 州现在飞得 联邦太近了 对吧 然后国会之前 其实 不是 现在这州 上文中其实已经说了 国会其实已经 故意是占据这个领域 因为立法 国会来去立法 联邦化 然后 所以说 亚利桑大是 侵害到了 联邦的 特权的权力 所以 这个时候 他说 这两个人是同意 这个 宪法的逻辑的 联邦是 主要的 但是 是不同意 这里是换了一个 JS了 还是不及无 但这里换了一个 就是about 还是在证明 这种大家平常记得 注意搭配 其实JS可以换 无非就是JS本身有意思 对吧 但是他们不同意什么呢 不同意关于 那这个位置 在这里就 另外一个细节 如果你今天 咱们讲了 几十万次 在JS的定义重句 如果你在这句话里面 觉得JS的定义重句的话 那我希望你再去看一下 JS定义重句是干嘛的 定义重句是名词的 前面这是 disagreed 是动词 先词性 再意思 所以 这里就不是定义重句 所以这些about 跟的是disagreed 但是这两个 还是要叫but 并列 这两个人是同意到 但是也就是主要意思 他们两个是不同意 关于什么不同意呢 这个位置 就正在这 暴走兵语了 那就变成哪一个了 就具体的就兵语重句 他们不同意的是 关于哪一个 亚利桑那的 这个法律规则 是冲突了 和这个联邦的法律 所以这个时候 相当于说 他们是不同意 哪一个冲突 所以在这个 其他人 在推翻这个法律的时候 他投的否定 因为其他人 可能觉得是 那个冲突 但他们觉得是 这个冲突 所以他们 其他的五个支持的人 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投的否定 你要弄清楚 他说的是 哪一个是conflicted 冲突了 跟联邦的法律 条款 这三次 他们刚刚说了 statute 成为法律 也就是说的是 还是你解释一下 这两个是同意 这个 同意 这个联邦 不是 这两个是 同意这个宪法的逻辑 但是不同意 哪一个冲突 然后所以 唯一主要的一个 反对 objection 这是咱们上次 刚刚说 那天object 就是你之前如果背了 现在就瞬间会掉到 object 作为object to 不及不动词 是表示反对 然后objection 是反对的名字 对不对 objective 是客观的 所以这里是仅仅 唯一的一个反对 不是刚才是三个吗 现在说了两个 对吧 唯一的一个 是来自于这个法官的 这个法官定义从据 是提供了一个 甚至更加 相当于活跃的 也就是防御 对于州的特权 这里你要判断出来 这个人是来 这个人是支持这个州的 因为他反对 5比3 是用来推翻州的 或者否决州的 但现在反对 那是支持州的 大家绕过来 然后他这里 就是非常积极 活跃的 也就是defense 那在这种法律场景下 defense就是辩护 对吧 然后关于州的特权 还是一样 他是支持这个州的 支持亚历堂的州 州的特权 然后同时 你要判断出来 这个going back to the alien and the sedition act 这些东西 你都不用认识 好吧 外人人就 就是外星人什么什么 但关键你要 一定要认识 这个act 这里咱们之前 我给大家说过 在于美国的 这个很多 都是先立法 就之前有一个案例 然后有了这个 判法以后 根据以后的 这种 就是决策 都是根据 之前的人 先立法 对不对 那这里你要判断 说是一个法案 所以这个法案 定了以后 它提供了一个 更加积极的 辩护 这个辩护 甚至可以回到 就相当于说 用这个法案 用之前的法案 来去支持 现在的事情 所以是going back to the act 这里是 咱们之前讲过一个逻辑 就经常 你要只要认得act 还在法律的语言下 是法案 咱们之前说过 就很多 咱们目前还没讲过 几个法律的 现在今天都是复习的 如果今天再考出来 我希望 你要知道 这是精毒这些东西 你要知道逻辑 知道这些单词 这些单词 它是重要的 比如这是alien 外星人 这单词 你不需要知道 我都不认得 什么意思 删东西 我不说 然后 继续 所以这里给你解释一下 两个是反对的 反对主要是 说白了 都是统一 这个宪法的逻辑的 但是唯一的 主要的来源 在于这个人 这个人是 完全是捍卫州的 这个特权的 OK 然后继续 刚才这么多 整个四段 都在这里说 这个5比3的 这个投票 对不对 然后开始 在关键这篇文章 还有第二个投票 第二个投票 是这个8比0的反对 对于奥巴马 Objection 对不对 然后反对的是奥巴马 因为奥巴马是 想要去 upset the balance 然后也就是说 这句话的主语 是Objection 然后这个时候 Turns on 你先把这个 主位 连在一起 这个反对 Turn on 你就把它翻译成 打开 或者是 Turn on the light 开始 关键以后 后面 咱们平常说 Turn on 是位语 What 然后这个是 这个法官 描述 怎么描述呢 Describe这件词 一般都是 急误的 所以这里 in his objection 表示状语 在他的反对里面 描述的 也就是说 现在拒绝 这个法官 是站在这巴的 反对奥巴马 你要找我来 第二投票 反对奥巴马 不是反对 杨栖上的州的 这个反对 是打开了 然后这个法官描述 在他的反对里面 描述成什么呢 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 一种 assertion 一种 这个assertion 中文我觉得 最好翻译成 主张的 你自己的一个断言 你自己的一个 就是声称 一种使用 因为assert 咱们说你 声明的一件事情 但是主观 这种感觉 assert 这里是assertion 一种非常令人震惊的 主张 对于联邦 决定权 那这种 executive power 咱们比方说 CEO 就是那个E 就是executive 就是执行权 那大家这里 有一种小小的细节 在于美国政府 是有这个否定权的 就是 就是三权分立 怎么制约呢 如果有一种法案 对吧 通过了 奥巴马政府 就是总统 有那种 executive power 就可以把这种 就是权力 可以否定到 这件事情 最近几年 应该发生了很多次 所以这里 executive 下次你还会见到 就是 美国 只有 三权分立里面 政府 总统的那种执行权 OK 然后 所以这里说的是 他反对 但 另外的细节 咱们这种句子 讲过很多次 比如说 I like what you call 然后 the best computer 这句话 你要弄清楚 现在是我喜欢 我喜欢什么 我喜欢 以称之为 是最好的电脑的 这件事情 也就意味着 其实中间这部分 大家可以看着一个 叉入语 然后说白了 就是我喜欢 这些最好的电脑 但这些最好的东西 是你称之为的 那是类似于 叉入语 这句话 大家 我希望你可以判断出来 这句 you就变成了谁了 变成了 justice 然后呢 就是se 人 然后call就变成了 describe 然后后面又在家里 在哪里describe呢 in his objection 然后把它描述成 call是直接可以用 称之为 但是describe 后面还会说一个s 也就是现在这句话里面 无非就把这些逻辑 给你加了一些东西 你看你能不能把它识别出来 说白了就是 这个我喜欢的是 这个最好的计算机 我这个最好的计算机 是这个法官 在他的反对里面描述 成为最好的计算机的 这个计算机 这里是不是 你从村上后面开始 这个反对现在打开了 或是你去这里 咱们先反正打开 等我再说 什么呢 是这个法官描述的 在他的反对里描述 as describe a as b 描述成了什么 描述成了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 这种联邦行事权的一个主张 所以这时候你判断出来 是这个失败 是这个反对 turn on 解开了 那也就意味着 其实是这个法官 就觉得 为什么反对 是因为他觉得 这奥巴马政府的 这有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 关于联邦行事权的一个主张 OK 因为这里还是 你要判断是反对 打开了 他称之为一种 所以为什么反对 说白了就是 他觉得 这个奥巴马 其实太独断专行 太使用他的 Federal Executive Power 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 一个assertion 那这里是一个 powered assertion 就是一个权力的行事 继续 那但是 这里是这个法官说的 他反对奥巴马 所以 The White House 一般就特指的是 奥巴马 政府 然后另外 如果Supreme Court 没有特 就是 White House 特指这个 总统 President 或是政府 Administration Capital Hill 这个好像 我记得 没有记错的话 咱们下次会见 国会山 或有些时候 就是Hill 或是Capital 这指的是Congress 就是投票立法 而Supreme Court 一般就是Supreme Court 没什么其他的 这别称 它稍微要记下 不是指White House 就是什么立法 什么 White House 是总统 三权分立里面的 联邦政府 然后所以 这个时候 他 就是法官 什么认为 但是白宫 argue that 他要反驳 亚利桑那的法律 其实是冲突了 跟谁呢 跟他的这种 执法的优先权 那这个意思 还是肯定是白宫了 不可能是亚利桑那 因为不可能亚利桑那 的执法法律 跟亚利桑那的冲突 肯定是 白宫觉得 因为白宫是联邦政府 他觉得亚利桑那的法律 跟联邦政府的 执法的这种优先权 上半钟说的冲突了 甚至是 even if 即使 州的法律 其实是遵守 completed with 再见一次 今天我就不说了 即使是州的一些法律 是遵守了联邦的 一些法律的 to the latter 这里 就需要一个细节 在于在朝场上 什么时候碰到to 就是箭头 他说即使 这个州法律 是 不是 就是遵守了这个 州的 联邦的法律 然后to就是箭头 中文可以说到 遵守联邦法律 遵守到 the latter 这里 关键细节在于 这个 letter 表示字母 对不对 就是那个 不是信啊 信的话就是 有信的意思 但如果信的 不会用the letter 也不会说这封信 因为这就是说 你需要读细节了 如果是信的话 现在前面有着the 那就是这封信 但这句话里面 完全没有说过信 所以这时候 田丁是另外一个意思 the latter 遵守到联邦政府的 法律 遵守到的字母 那这是表示一个概念 就是非常遵守 但是这是即使 即使就不是主要意思 而且壮与重聚 对吧 一幅后面的也不是主要意思 主要意思是这个 白宫辩论到 亚利桑那的法律 其实是冲突了 跟他的执法的优先权 然后事实上 白宫声明 那肯定是 这个意思是白宫 白宫声明 他可以来去 invalidate 现在说是这个 推翻 不合法 任何 否则就是合法的州法律 那同意 这个otherwise 一般情况 人间闲文中的 某一件事情 在相反的情况下 这篇文章里面说的是 他可以推翻 任何 如果不推翻 就合法的州法律 什么州法律呢 白宫不同意的州法律 就说白了是 因为这里是个 负负德政 有点这种感觉 白宫可以推翻任何 不推翻的情况下 合法的法律 那是不是说白宫 就可以推翻任何法律 能看到吗 这个能肉 我再说一遍 白宫可以推翻 任何 如果没有 推翻情况下 合法的法律 因为这个otherwise 指的是前文中 某个没有发生的情况下 那这里前文中 没有发现 就是这个invalidate 就是说白了 我刚才说的 否则吧 如果没有推翻的情况下 合法的法律 然后什么法律呢 他只要他不同意的 那这句话意思是 我希望大家绕一下 白宫可以推翻 任何他不同意的法律 OK 所以就是这段 相当于告诉你是 双方这个不同意 objection 奥巴马 就是这个法官 为什么 不同意之白宫 然后白宫 是 怎么 辩解的 二举 反正是 白宫觉得 雅兰拉州 跟他的 执法优先权冲突 然后他直接否决任何的 即使是遵守到的字母 最后一段 那这个作者还是写 因为作者你要判断出来 现在是不是 刚才说的 但是 这个事情是对于 这个决定 对奥巴马政府 是一个8比0的失败 对吧 然后上文中 咱们现在说 第二个投票里面 先给你介绍了一下 这个情况 双方之间的一个辩解 然后作者开始说 这个一些权利 那do belong 我应该是强调剧 就是度加动词原型 就表示确实 确实是 就这里是 从小咱们记得 我希望你上 只要告过 都记得belong to 对吧 所以这个exclusive 是用 就是再次见到 动词跟 他的借词之间 加的这个副词 是 独一无二 exclusively 这个词 你只要大家记忆就行了 大家平常见 就是 你经常会看到一些新闻 就独家新闻 就是这次 其实出牌的这三词 就是include的 否定 或者反应词 exclude 把它都排除掉 include是包含 exclude排除 所以exclusive news 就是独家的 独一无二的 就把其他东西都排除掉 独一无二的 所以这里才说 是副词 就是说 这个一些权利 确实独一无二的是 属于联邦政府的 然后后面 end 这个citizenship 这个公民的资格的控制 和边界 是在他们之中 那这个them 肯定明显说的 上文中就是一个付出 powers 这里肯定说的是 移民法了 移民法律 在这 就是 给不给你 这个 这个单词 他们上次我讲说 citizenship citizens 就跟这个国籍有关 所以这里是在移民法 你这个想要去移民 到美国 给不给你这个国籍 这个citizenship的控制 和这个边境 还是移民 都是听这个联邦政府 但是 马上转折 如果国会 想要去阻止州 from prevent 永远是somebody from doing something 所以一般你读的多了以后 这个from 我就会翻成来去 因为前面说的是 国会 如果国会 想要去阻止一些州 来去 使用他们自己的资源 去检查 这个移民的地位的话 如果国会 想要去阻止一些州 那其实这个国会 是可以的 但是 这个国会 从来没有这么做 也就说白了是 国会 其实是 按许 这些州 是可以使用 他们自己的资源 来去检查 这个移民的statist 因为他没有阻止掉 然后在 administration 就是奥巴马政府 其实实际上 in essence 这是一个非常固定大为 就是基本上等于 in fact 然后 就是asserting 真的是 过去经营史 当时其实 美国奥巴马 是在声明什么呢 因为 他 那这个意思 就是这句话的主语了 因为奥巴马政府 不想要去实施 国会的 移民的一些意愿 这里指的是 就是国会是可以 这么做的 国会是可以 他 他从来没有阻止 这些州 来去怎么样 对吧 但是奥巴马政府 说的是因为 他的政府 不想要去实施 不想要去行使 国会的移民的 愿望 所以 因为这里你自己 因为 分局结束了后 所以 所以没有州 应该被允许 来去做这件事情 either 也没有州 应该这么做 而赵森 其实说白了 还是政府觉得 自己不想做 所以其他州 也不能做 然后 每一个法官 都正确的 拒绝了 这个 非常显著的声明 这个 this claim 就是上一句话 第四句话 所以 再给你解释一下 这个作者也是站在 这个 对于第二个 第二个 这个投票里面 是站在 这是联邦政府的 对立面的 因为他觉得 这个实际上是 觉得因为 奥巴马 他不想要去实施 国会的 移民的 议员 所以其他州 没有州 应该允许 来去这么做 either yeah 所以这件事情 就很离谱 你不做 然后也不让 其他州做 所以每一个 这种最高 最高法院的 最高法院的 这个 法官 是正确的 拒绝了 这个声明 那这里就是 这个拒绝的 就是那个 巴比林 第二个投票里面 所以这些作者 在这里 我希望你可以读到 是支持 这个巴比林的 反对的 反对 奥巴马 政府 OK 所以同学们 这篇文章 其实说白了 就是一个标准的总分 非常非常标准的总分 就是告诉你现在 第一段 告诉你有两个投票 对吧 然后后面前 这几部分 跟你讲 第一个投票 5比3 什么情况 为什么5比3 为什么就是反对 为什么他不合理性 他的这个 就反对的一些正确性 对 然后 就给你解释一下 就是一些法官怎么想 然后从最后两段 是跟你讲 这第二个投票 是巴比林 然后政府 那些作者 就先给你解释一下 这些巴比林 双方之间 怎么辩论的 对吧 但是最后一段 告诉你 这些作者 其实是站在 这个巴的这一面 他是支持 反对奥巴马政府 因为他觉得 声明非常地离谱 所以每个法官 是正确地拒绝 其实是非常非常 标准的一个总分 但是同时你要知道 这篇作者 主要的这种 主要的表达观点 第一段就告诉你的 他主要是想 在第二个投票里面 这篇文章说 奥巴马政府 在这件事情 是失败的 这篇文章 主要也是说的 这件事 虽然说篇幅 可能第一的投票 说的多一点 但是你别忘了 总分 第一段 but 就告诉你 但是 其实奥巴马政府 在这次投票 这两件事情来说 整体是一个失败 因为他想去打破 这个平衡方面 是失败的 然后最后一段 其实也是这么说的 这是对作者主要的一个 在我上来的一个意思 OK 还是 如果你的文章 已经读到了这个份上 咱们开始做题 第一题 他说 三个这种条款 对于亚利桑那的计划 被推翻 是因为他们的 这些内衡 只是条款 对吧 这里时候 你要判断出 现在张台能总结到 亚利桑那 就是这么前面几段 在说他为什么被5比3推翻 是不是因为 这个宪法的原则 对吧 华盛顿 单独是有这种 就是自己的权利的 然后联邦政府 是先于州政府的 州法律的 然后同时 但是亚利桑那 曾经尝试使用 这种州的策略 是平行于现存的 州的这个 不联邦的 法律的 对 然后 所以或者这一段 这个liberal 支持奥巴马 那些法官觉得 这个州 飞得太近了 对于这个 联邦政府的太阳 好了 大家这个意思 咱们再复习一下 让我选A 因为这些 亚利桑那的条款 overstat 相当于 就是说白了 是这个越过了 权威 对于联邦 移民法律 越过的权威 不是越权了吗 对不对 这不是 这不就是原话吗 LB 他说打扰了 这种权力的平衡 在人家原文中说 平衡是那些奥巴马的失败 那是平衡 C Depride 这是大家读选要记单词 Depride A off 剥夺了 剥夺了联邦警察的 宪法权力 我都不知道 这话在说什么 原文中从来没有说过 谁敢把联邦警察的权力剥夺掉 D Contradition 也是一样的 你看似是选项 别看你自己做的题 是overstat 选项选对了 你先把这些单词都选对了 现在出现在选项里面 下一次就是在文章里了 Contradition 这些是矛盾违反 而是相反 既跟联邦 也跟州的策略 那肯定不对 州 人家是跟state policy 是最起码是一切战线的 他也没有违反了联邦 可能是根据宪法 的冲突 37 在下列哪一个 是这些法官们同意的 根据第四段 还是一样 你自己数一下 1234 第四段很短 然后这时候说 就说了几话 这亚利桑那将会被允许 来去识别的 验证这个 合法的这种人的 一些状态 status 第二句话说 是因为国会之前 就老是预想了一个联手 联邦和这个州的 移民的执法 对吧 然后明确鼓励 这个州的警察 可以做这些事情 然后这时候 你大家读到这些点上 先三期 同意以下的一点 法官们同意的 A 州的独立性 是 这个 independence 独立于谁 独立于联邦移民法 人家说的是 联手 不是说独立 B 联邦警察的责任 Duty 来去 withhold 相当于说 拿住 不给 持有 移民的信息 这里就完全没有说 跟移民有关的事情 他们可以检查 这是州政府的 州 州警察可以检查 但从来没有说 联邦调查员 FBI的责任 是去持有 或者是 就是 保密 或者是保持 移民的一些信息 原文中是说 一个 州警察可以检查 移民的信息 C 州的合法的角色 在 移民 的 执法方面 这 就 同意 是 合法的角色 在执法方面 人家不是说的是 可以合作 这不就是C D说的是 国会的这种 intervention 干预 在 移民的 执法方面 就人家从来 没有说国会 干预 人家说国会 同意 联邦 跟州合作 那不就是 确定了他们 同意了他们的 合法的角色 是角色 OK 38 可以被推荐出 从第五段 这个东西 是干嘛的 这里就刚才那句话 你能不能读 人家这题里面 问的就是 这个 就是ASA 你要判断是法案 对吧 法案 这句话里面说的是 他这唯一的反对 5比3里面反对 主要的反对是 来自于这个法官 这个法官是提供了 一个非常 积极的 一个 defense 一个反抗 一个维护 或者一个辩护 对于州的特权 这个辩护 可以追溯回 之前的那个法案 那不是说 这个法案是支持 州的权益的吧 就是咱们还是说的 这是法国的先例法 先例的一个逻辑 只要你能判断出来 这X 这个词 是法案 所以这时候 38 那明显 问你 这个东西是 就是 到底是 干法用的 A 他说 这个法案 是违反了 那违反 先法 就不可能是法案 就这么简单 B 这个法案是 stood in favor 战 是倾向于 这个州的 这不就是 支持的 就辩护 支持联邦法律 不是在说 支持联邦 人家是为了 州的这个反 反应 而且defense 决定了 州的利益 这也没有说 决定 从来就没有说 undermine 不是 这不是undermine 不好意思 determined 我的 undermine 是损坏 我的 瞬间反应过 脑子懵了 这是B 不是损害 没有损害州的利益 反而是支持 39 白宫声明 他的power of enforcement 那这里原文中 说过很多白宫说的话 就白宫一定说的是 这个 这里他不是说吗 白宫 argue 亚利桑那的法律 是跟他的这种 执法的优先权 是冲突啊 对不对 然后他觉得 这个白宫也在声明 他将可以来去 这句话 他可以invalidate 推翻 任何 在没有推翻情况下 合法的 州的法律 就是他不同意的 让他们这句话 讲了半天 他可以推翻 任何他不同意的 就是 在没有推翻 情况下的 合法权益 就说来 他可以推翻 任何他不同意的法律 然后这段话 也说的是 就白宫说 the administration 就是白宫 白宫说 本质上他觉得 他不想要去实施 这个国会的 移民的一些议员 所以没有其他州 也可以这么做 也不能这么做 对吧 然后 这里说的是白宫 你先把主意读到 然后他的执法权 他白宫的执法权 是超过的 这句话非常重要 还是这个 that 首先你要判断出来 这个that 后面是held 说明他这个名字 也就是代词 代词代词代的什么 是代替前面比的 超过 超过谁呢 超过了执法权 谁的执法权 这个执法权 是被持有 被州的执法权 也就说白了 是白宫认为 白宫的执法权 是超过了 州持有的执法权 这不是 那肯定是这个意思 对吧 因为他觉得 州政府的这个执法权 冲突了他的优越性 冲突了他的priority 那是不是觉得 他的执法权 是超过 outway这些思想要计 是超过了州持有的 然后他说 B是建立在这个 被联邦法律建立的 哪怕是说 但是原文中 哪怕是对的 原文中没有说过这句话 是被谁建立的 对 C 白宫的执法权 是依赖于 depend on 州的支持 这我没有说 而且反 不可能需要 这个州的支持 白宫的执法权 很少是反对 州的法律 也没有说过 就哪怕反不反对 从来没有说 人家只说的一个冲突 只说的一个优越性 优先性 是州政府的执法 相当于现在是 冲突了跟 白宫的执法权 他从来没有说过 到底是反不反对 我觉得是反对 但是 也没有说很少 是反对于 这些州的法律 全文中就没有说过 这到底少不少 或者go against 只是说的就是conflict 有一个冲突 在优先权上 优先权 就是谁先到 或者谁大于谁 没有说的是 到底反不反对 然后最后一段 可以再去被 就是得到什么 最后一段 主要是作者 抒发自己的观点 对吧 最后一段说 一些权力确实 独一无二属于 联邦政府的 比如说这国籍 还有这边境 但是 如果国会想要 去阻止这个州 来去使用 他们自己的资源 来去检查 移民的信息的话 国会可以的 但是国会 从来没有阻止州的 来就这么做 然后现在 白宫觉得 他不想去执行 一些国会的一些事情 所以说其他州 也不能这么做 但是这个作者 这篇文章 作者觉得 白宫是不对的 就这么点意思 就这么几句话 然后这时候 你就读就OK了 他说 移民的事情 issues 是通常被决定的 被国会 这里 从来没有说过 国会可以决定 移民的事情 大家读准了 就是出版自己复数 或者移民的事情 你要想到 所有移民的事情 只要是immigration issues 就是通常被国会决 那不可能 人家说 原文中说的是 如果想要去阻止 州 来去使用 他们自己的资源 去检查一些状态 他们是可以的 除此之外 从来没有说过 Congress 跟移民的其他关系 对 从最后段里面说 就这一件事情 只要这么推就行 说就说 没有说 其他你不要脑补 All right A 然后B Demonstration 就是白宫 白宫是dominant 是主导性的 对于谁主导性的 over immigration issues 对于这个 就是 移民的一些事情 这里原文中说 如果国会 想要去阻止 州来去做一件事情 国会是可以 但是国会 从来没有这么做 然后白宫都说 实际上声称 他们不想要去实行 不想要去实施 国会的移民的一些愿望 那说明就是 白宫要去听国会的 对吧 他说的是 他不想 所以说其他州 也不应该允许这么做 那他不想 不代表 就是 他是主导的吧 所以说 这不可能是 Administration 是dominant 明显至于 还是美国三权分地 是相互制约的 对吧 从来没有说 是dominant C 法官们想要去 加强 他的 合作 和国会 这里有些细节 在于 我不知道这个 题目啊 这意思 是不是 如果按照意思的话 应该是用来形容 法官们 但这里 法官们就应该 不是用的 意思 应该用 这里或者说吧 就是等于指的是 最招法院 不管是这里是意思 指的是法官们 还是最招法院 从来也没有说 全文中说 最招法院 想要跟国会合作 coordination 或者协调 都没有说 就没有说过这个 法官们和国会 congress 的协作 人家说的是 每一个法官 是拒绝了 这个 claim 这个 将来说 奥巴马的一个 证明 奥巴马的一个 提出的一个要求 对吧 声明 但是从来没有说过 是国会 跟最招法院 有协作 这篇文章说的是 奥巴马对抗州 然后但没有说过 国会跟最招法院的关系 然后 那就只能选D的吧 意思 D说 法官们倾向于来 去检查一下 这个权力 对于这个政府 那不就说检查吧 这个意思 你现在说 这个chat就在像 你是不是有点太过了 你是不是有点太 是不是在 就在太厉害了 所以我要检查一下 那肯定是 限制呗 这种感觉 那原文中 是不是说拒绝了 正确的拒绝了 就每一个法官 拒绝了 所以这里相当是 想要去 倾向于来去检查一下 这些白宗的 权力 而这个你可以的 检查 在国会的那种 检查限制 意思一样 反正是 为什么检查 就是 因为就那太过了 他想去 还是第一段 他想去打破 你要知道 这个声明是啥 他想去 奥巴马政府的 这个努力 是要去打破 这个平衡 那说白了 就是现在是平衡的 然后他想打破 这不是他想主导吗 他想主导的话 法官 不同意 那不就是 法官要去限制他一下 好 这篇文章 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里面讲的非常多的一些 大家以后可以 用来其他文章的逻辑 这是我觉得主要的重点 这篇文章 你再也不会见到 见到的是里面的一些东西 好吧 今天的视频欢迎大家 点赞三连 发弹幕 发评论 感谢大家 希望大家学到一些东西 我们下期再见 All right 欢迎来到 B站干货之帮挑战 讲完所有英语考验 阅读的视频环节 我们今天来到了 2014年的Test 2 然后我们现在距离 今年的考验 应该还剩下 大概40天左右 我想这天还是吃一颗定清丸吧 或者是再把我的观点 说一下 现在这个时候 还有40天 大家用来提升你的 理解英语的基本能力 这个时间是完全完全足够的 而且还有40天 如果哪怕就是 现在从开始 你从零开始 看我的精读 一天看一篇 我个人相信 到了40天以后 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质变 然后如果你已经看到了现在 他们们 再忍 大概20多天 再去提升一些 把这个熟练度 再达到非常准确 把一些就是句型 框架 然后读的这种阅读的技巧 其实也不是 就是阅读的一些习惯 你去读词性 去读语法 不要脑补这件事情 再去通过这么多文章 去得到一个练习 然后到你上了考场的时候 你会对于各种提醒 有一个更加不一样的见解 这是我的 还是想强调一下我的观点 我这 废话不多说 我们今天进入文章 今天这篇文章 其实不是特别难的 首先 读起来应该是非常顺 我希望大家可以有这种感觉 一上来他说 All around the world 在全世界 律师们产生 更多的这种敌对性 比一些成员 对于任何其他的职业来说 那这句话其实类似于一种比较集 加了一个任何其他的 相当于最高级 也就是说白了 是第一句话 你读完以后 你要知道 是律师产生出的是最多的这种hostility 这句单词其实 怎么说呢 大家其实 现在这个社会中 应该不找心愿里面会出现这件事情 就是hostility 就是敌对性 这句话也是一样 别人对你的这种敌对 对你的一些 不管是国家之间 还是公司之间hostility 然后形容词是hostile 我记得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反正考研的文章里面 有一种叫hostile takeover 恶性收购 其中之一种是hostile 所以说商业在国家 在一些政治里面都会用到这些 然后一般情况下 对什么时候敌对 后面是加2 OK 然后所以第一句话说的是generate 产生出了更多的这种敌对性 比任何其他的profession职业 然后with伴随着一些 可能的这种例外 对于新闻行业 这其实大家应该是具体 生活中的一些常识吧 都应该是律师 肯定你帮人打官司 产生出很多的这种敌对性 对吧 但是这种新闻行业 其实也是一样的 你曝光一些事情 你报道一些事情 所以这个时候 他虽然说同学们 后面说的是with the possible exception 可能伴随着例外 对于这种新闻行业 那如果严格意义上来说 就是除了这个新闻行业 律师是产生出很多的这种 敌对性的 比任何其他行业 这句话的主干也是 中间这部分lawyers 继续 但是那也就还是 这种段子他们也已经 读了很多次了 对不对 这两句话是 但是是第二句话 所以主要的意思是第二句话 但是 那这个时候就把我划线了 我一般划线的句子 就是大家容易读错的 容易读错 不是说它难 是容易你脑补 容易你不按照正确的阅读系统来去进行 比如这句话你要翻到 就冲掉后 但是有少数 fuge这词 咱们再强调一遍 fuge这词但凡出来 一定是 就是 指的是少数的 有少得几的地方 然后there be居心 是这番证的句子 所以说这句话 诸位并结束了 那后面有个where 那明显在这里 前面是the places 很大债率这里 应该是定义总局 修饰 在这些地方 后面一番证句子 客户 其实是有 更多的grounds 这个单词在这里 其实 一般情况下负数的话 你可以就理解成理由就行了 不用理解成事 大地 有很少一些地方 在这些地方 客户是有 更多的理由 对于抱怨 比 America 相当于说 告诉你 还是一个 这些作者一上来 就是比较急的一个 比较急和 少数 这种一个配合 有很少地方 客户有更多的理由 来去抱怨 比美国 我希望大家可以 让我来 这句话想说的是 在美国 客户是有最多的 这种 抱怨的理由 more grounds 很少地方 有更多的理由 这是不是 其实说白了 还是一个最着急 OK 然后 单词没什么说的 其实这里 也就是整个低段 告诉你 你现在 那这个client 因为上文中主干说的是lawyers 对 所以这句话 你自己 等着这篇文章 抓住一个基调的话 在于 在美国 环境下定下来 是律师 产生出了很多敌对性 但是最后一句话 主要说的是 在美国客户 client 可以来去complain 或者有更多的理由 来去 说白了就是 在美国当律师不太好 或者是抱怨很多 就客户抱怨很多 好 继续 那后面明显是一解释 为什么呢 为什么 have more grounds During the decade 在这个十年期间 那后面是用来修饰 哪儿的十年呢 在经济危机 以前的十年 那这里 像这种2013年的文章 经济危机 就是08年 所以说 你可以看成是 20 不对 1998 8到2008年 对 这是时间状态 在During 所以后面主战 在这十年里面呢 spending 花费 在法律服务上 在美国 所以主语还是spending 这是个名词 因为你看到后面是on 对吧 前面其实 spend如果做动词的话 是花什么种事情 所以 这里不是动民族主义 是花费 中文上你要背花是意思 在法律服务 说白了就找律师呗 在这些花费 然后这是这株连在一起 这个花费 增长了 twice as fast 那这个时候 咱们再次复习一下 这里的ss这种 首先这是twice 相当于是两倍 然后关键是ss这种 中间第一个s 你不用管它 第二个s 跟前面连在一起 这里说的是两倍快 所以这个花费 在法律服务上 在美国 这个花费 是增长的两倍快的 第二个s 咱们再相当于 表示正如 然后正如 这些通货膨胀 所以组完了以后 你非常顺的 会是在于 在美国服务 法律服务上的花费 增长的两倍快 比 就是通货膨胀 那相当于说 那肯定是涨得很快 这句话意思 twice fast 通货膨胀一般就是物价 可以这么来去抽象的理解 就是物价的一个上涨 它比物价上涨的速度快两倍 两倍快 OK 然后继续 那所以说第一句话 你可以get out 因为花费 所以大家把主站连在一起 花费增长了两倍快 那是不是 还是在这里解释一下 为什么有complaint 第一个原因是 花的多 对不对 第二个 最好的律师 made 做出了 skyscrippers full of money 那这些明显 这些帘子服了 现在告诉你 其实这是帘子服 大家看清楚 不是这个裤子 最近发现好多同学 帘子服不分 这帘子服说明 这两个是一起的 但是这些核心词 后面 ful 这是摩天大楼一样 充满的钱 相当于告诉你 最好的律师 挣了很多钱 然后逗号 前面主卫兵结束了 主语是lawyers made is way 然后full of money 所以这时候 tempting的明显是 非畏动词 非畏动词 加逗号 这个地方表示主动 而且是 tempting是 吸引 或者诱惑 对不对 所以明显 你现在看到的是 吸引了更加多 那这个ever 咱们上次讲到 加比较急 一般就是更加这么多样 对 吸引了更加多的学生 那这个时候 对不对 你读到这里 可以确定的点在于 明显是刚才说的前半句话了 因为 最好律师挣了很多钱 这件事情 才能吸引更多的学生 来去 成堆 进入到这个法学院 law schools 这里大家还是要掌握一个概念 就大家写作文的时候 你不可能是最好的律师 吸引 最好的律师就是个概念 概念是没法发出这种 吸引一些学生的 你只有说 最好的律师 挣了很多钱 这件事情 或者你这种 挣了很多钱 这件事情 可能会吸引到 这个更多学生 大家这个意思上 绕过来 包括在写作文的时候 所以这时候 还是 最好的律师挣了很多钱 就吸引了 这么多的学生 来去pile 在这地方 明显是动词 因为墙面是to pile to do something pile这段词本身 大家记得时候 很好记得 就是一堆 然后一堆的话 你强烈成动词 就是成堆的进入 成堆的进入 这里还有这印度 照顺 成堆的进入 这个法学 但是 还是一样 这两句话 是一个核心 你连在一起 有一个逻辑关系 但是什么呢 很多人进入到 这个法学院 大多数的法学院 这种毕业生 从来 不会进入到 这种大公司的 这个工作里 相当于说 毕业生很多 但是很少 进入大公司 很多他们 这个them 还是一样 一句话的主语 是代词 你先看一下 是不是上一句话的主语 这里明显是 大多数这种 法学院的毕业生 instead 反而 是副词 所以 变成了这种 nusance lawsuit file 这时候 首先第一点 你不用 你 就我觉得是 你现在要有这种意识 在于 这个instead 是谁想法 你先把这种 认识的词想 先读对 是上一句话想法 对不对 上一句话说的是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 进入到大公司的工作 他们从来不会 他们从来没有进入到大公司 那这instead 反而 反而 很多人怎么读 那我希望你要自己 现在 脑子里面读到 想一想 这第四句 是在说很多他们 到底是好 还是不好 就是 这个第四句 是在夸这些很多毕业生 还是在 就是 说他们 做得不错 而这个 大家 你到这种 有些单词 你不认识的情况下 这个细节 你要去想 说白了 是好还是不好 那明显说的是 他们从来不会进入到 大公司的好事 就全世界都一样 大公司肯定 可以进入是好的 那所以说 他们从来不会进入 大公司 反而 那你要知道 这个反而 说白了就是 他们不会进入大公司 反而去哪呢 那说明这些后面部分 不是一个好事 你先把这些事情 闹清楚 所以 很多他们 却变成了那种 Nuisance Lawsuit Filer 那这个核心词 是Filer Become the kind of 种类 量词 真正核心词 是Filer 那这个词 其实 大家可以理解一下 就是那种 File这单词 其实有文件的意思 对吧 大家千万不要忘 当它作为动词的时候 我需要稍微提醒一下 File这单词 作为动词 是指的是申报 或者是申请 就是归档 但是有这种提起诉讼 提出申请 送交备案 Filer 然后这个时候 就一般的法律的背景下 这个Filer 或者File 一般就是这个意思 就提起诉讼的人 然后呢 加了这R 就变成了提 就发出这种诉讼的人 就不是什么文件编档员 就指的是 发起者 提起诉讼的人 那律师一般就是提起诉讼 对 就这意思 再说一遍 提出诉讼 提出申请 宗教备案 这是在 这个法律底下 这就是我这家说的 你背单词 一定要去基法背景 这里包括 它是你写的一些例句 File Claim 提出一个什么索赔 提出一个抱怨 提出一个什么诉状 提出一个冠词 Lawsuit 所以这里Filer 就是提出那个诉讼 那个动词 平常情况下 可能有文件 包括在电脑里面 这些东西 这些就是 你就要去记得语境 你碰到了这种 就为什么要记语境 或者你就要 就在这种环境下 什么意思 因为你在下次 见到这单词的时候 一定是先见到语境 然后你记得的时候 脑子里面就会帮助你 这现在说的法律 法律里面 File 就是提出 OK 这第一点 第二点是 这个Nuisance 这单词 其实说白了就是 就麻烦事 不好的事情 就是一些烦人的事情 所以在这里说的是 Lossal是官司 对 他们没有进入到大众司 反而这些很多毕业生 就变成了那种 就是反正很讨厌的一种事情 的官司的提起诉讼者 File 然后呢 这些人 这些File 使得这种 这个系统 变成了一个非常昂贵的恶梦 对不对 这种单词 你不应该认识 你也不需要认识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句话 目前未知 你只要能把这个语法识别出来 后面 是用来形容 这个File 你刚才自己可以推出来 这个File 成立 become the File 不太行 对吧 后面其实再次用语法 你可以办法出来 因为这个File 是发出这个 每次的定层句 这个File 没有加动号定层句 成立 用来收拾前面的名字 这个File 使得这种 这个系统 那你 这单词 你不需要认识 但是 这个系统 基督师陈的法律系统 变成了一个 make A A是 the tool system 对吧 后面 你要看到 A开始 就是B了 使得这个系统 变成了一个 非常昂贵的 costly 恶梦 说明还是 这个File 是不太好的事情 对吧 所以 这句话 或者包括 从二三四句开始 其实都在说 第二个原因 就是 这些毕业生 有一些问题 毕业生也不会进入到大公司 反而变成 那种讨厌的 官司的这种诉讼 反正就是干些小事 这些小事 使得这个系统 变得非常的昂贵的 一个噩梦 这张词稍微提醒一下 虽然说LY结尾 但是它是一个形容词 costly 非常昂贵的 然后这些Tour 这张词 其实如果可以查一下 就查到的也不太重要 Losser官司 稍微提醒一下 因为大家以后 在很多文章里面 会讲到法律 指的是侵权行为 这是一个法律 非常非常具体的法律用词 所以你只有在法律专业 才能用到这样的Tour 对吧 OK 然后所以第二段 赵斯 你是 有很多 还是给你解释一下 很多理由来去抱怨 对吧 特别有很多理由抱怨 然后第一个理由 是花费已经增长得很快 其实第二段 就第二个理由 从第二三次去 说到最后 还是在说 这种毕业生 变成了这种Filer 这个Filer 使得这个系统 变成了一个非常昂贵的 所以本来其实也是在说贵 对吧 变成了一个非常昂贵的噩梦 开始 然后继续 非常清楚的一个框架在于 下一段 There are many reasons for this 这也是我真心建议大家 你自己在写作文的时候 你把这种句子要写出来 这别人读得很清楚 就是上面说for this 就是上面中这些剩下 就是很多人抱怨 美国的这些法律 律师的一些系统 然后呢 有很多原因 对于这件事情 所以马上后面 其中一个原因 是这种多余的 excessive 花费 对于一个 法律的教育 这是明显第一个原因 同时你读到这里的时候 开始说第一个原因 就 reason 对不对 然后你自己总结一下 就是education 教育 好 后面就是总分了 怎么这个教育有问题呢 或者教育的这个 花费 成本 仅仅只有一条路 对于一个律师 在大多数美国的州 那美国这个state 就是州了 然后后面解释一下 这条路是什么呢 你这四年的本科学位 在一些不相关的专业里 逗号 之后 那明显 这 同学你要判断出 现在 逗号以前一群 是一个名词 说白就是degree undergrad 就是本科生 然后后面明显 再去逗号病例的话 应该也是一个名词 然后又是一个三年的 法学位 在其中两百者 这个法学院里 这些法学院 因为这里没有加逗号 非语动词 刚才他们 为什么我当然是 你一定要说 就是要判断词性 这是个名词 对不对 然后这部分应该 也是一个名词 所以说并列 而且这意思也是一个 法律学位 所以这地方是非语动词 非语动词 没有加逗号 是用来形容前面的 Lost groups 这些两百个法学院 是被 这个 authorized 这里你这一番词成 被 授权 被通过 被这个一些 你看后面 被这个美国的 bar association 所授权到 所有这个通过的 authorized 或者管理 然后 这里其实也不是管理 批准 我觉得这一般情况下 是批准 然后 许可 authorized 管理 然后这的时候 这一部分 首先还是 你要看到大写 这非常重要一些信息 这说明是一个 组织 是专有名字 公司 你不认识是公司 或者association 协会 所以 第二个事情是 你要在 三年内 这里就是研究生 法学位 law degree 在法学院里面 然后 刚才现在明显是 一个 本科学位 然后一个law school degree 研究生学位 然后后面又一个 继续 A 斗号 B and C C是什么呢 还有一个非常贵的准备 对于bar exam 对于一种好识 这种单词 就是这两个bar 你不认识 但是你一件事exam 所以三个 它告诉你 只有一条路 现在你非常清楚 only one path 只有一条路 对于一个律师 成为一个律师 那这for就相当于说 为了一个律师 对 你脑子里面 现在本科 然后law degree 最后还要准备 非常昂贵的准备 对于这个考试 All right 这里咱们是把这篇 句子读完以后 但是稍微大家科普一下吧 就是 美国的这个 律师这个职业 它这个 相当于说 律师执照 协会 它就叫bar 然后律师协会呢 有这bar exam 你通过了这个考试 才能变成一个律师 这是基本上 所有的这个 你要想当 在美国当律师 必须要过的一个门槛 所以这个bar 其实有些时候 就是表示那种门槛的意思 你过了那个bar 你就成为律师了 如果大家这个 对美剧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这些suit 金庄律师 这种美剧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就里面 就应该是所有的美 律师剧 都可能涉及到这个bar exam 但是 我比较喜欢看的其中一部 是这个suit OK 然后继续 所以这条 但是这条主要意思 你不要被后面这些东西忽略到 主要意思永远是 there is just one path OK 然后在我 所以这里 还是你解释一下 为什么教育的问题 然后 这个 这个this 就是上一句话了 上一句话 只有一条路 这条路里面什么 本科 然后law degree 还有一个非常昂贵的 准备 那这件事情 就会leaves 这里又再次 咱们复习了这件事 在这里后面 没有地方 不是离开 不是留给谁 没有to这些东西 不是留给 所以只剩一个意思 所以这些判算出 是等于make 使得 所以或者你可以 这里我觉得 因为后面有的with 你翻译成留给 我觉得也OK 你翻译成make 使得也OK 但你不要翻译成离开 但所以说这件事情 就一条路 就整个你成为 这些律师一条路 使得今天的 平均的法学院的毕业生 这是A Today's形容词 Average形容词 Law school形容词 核心词 Graduate 这种毕业生 B B是这些东西 伴随着 10万美元的债务 在这个本科的债务的 顶子上 相当于 这个on top of 这里大家今天 要把这个次数 很好记 就是在什么什么的上面 说白了 就是在它 就基础上 加上它 就类似于咱们 之前这个besize 所以这的时候 同学们 这另外一个细节 在于 你咱们现在考研的文章 这么多 说过关于美国的 对吧 所以我之前其实一直强调 大家稍微了解一下美国 不管你文章里面知道这些东西 这个可能中国怎么说的 大 因为还是可能是便宜吧 或者是学费没有那么贵 是吧 但你要知道在美国 大部分人上大学 就是美国人 不说留学生 都其实是贷款 奥巴马 大家可以查一下 奥巴马 当了总统 好像前几年 才把就是他的大学贷款 还完了 就跟他们买房子 是一样 所以这时候 一般情况下 你如果成为法学院 就是最贵的这种 法学院和医学院 这样 为什么之所以挣的多 是因为他们上学的时候 花的就很多 然后 所以大部分都是贷款 那贷款的话 就是 你就能借这十万美元 或者 每年的学费就很贵 整体加起来 已经学费 所以你要通过 以后 工作了以后 每年还一点 每年还一点 大家这个意思 所以一般情况下 本科就已经是要还债了 undergraduate debt 所以现在这种 就是准备 这些法学院 他说平均 law school graduate 就是这个 你在研究生的 这个law school的毕业生 就有十万美元的债务 然后再加上 他本科的债务 所以说是 相当于赵索一 这个 欠了很多钱 然后继续 这个法学院的债务 意味着 他们不得不 来去工作的 令人恐怖的 很努力的 这里有着细在于 首先你要判断出来 这些fearsom 是副词用来形容 这个 因为hard work hard 是副词 所以这些fearsom 也是用来形容work 所以你要 这里介绍到 其实说白了 核心还是work hard 那不是说是 就是令人恐怖的 他们不得不 来去努力工作 就工作到令人恐怖 这种感觉 OK 所以这段 其实我觉得 还是非常顺的 首先就告诉你 第一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什么 是教育的问题 但教育的问题 核心的本质 看到这 读下来一下 说白就是贵 对吧 贵以后就得work hard 就非常努力的工作 就贷款啊 什么债务 对吧 就是只有一条路 然后非常昂着 还要准备考试 OK 继续 那 第三段 第一句话 第一个单词 读语 脑子里面再过远 是非语动词 还是动词 都有可能 在你往后走 但这意思永远不变 是改革这个动作 改革这个系统 这个系统 明显是上文中说的 整个这个成为 律师的这个系统 将会帮助 既帮助律师 也帮助他们的 客户的 customers 这一段 开始说改革 第一句话 明显非常清楚 sensible idea 这个单词 稍微你记一下 点在于 跟sensitive 要区分开 sensitive 就是大家 你现在脑子里面 想象一下 你生活中 谁是比较敏感 这个敏感 其实 一个是对于一些 什么食物啊 味道很敏感 还有就是 这个单词 跟他们中文里面 说的一样 他这点非常的 别人说他一下 可能就是反应 非常强烈 这种敏感 你就会对一件 事情可能一下 他就爆炸了 他一下就非常急 这种也算明点 sensitive 其实中文的 跟英文的意思 在这个词上 是一模一样 这是sensitive 所以你像 你现在去描绘一下 she is sensitive to something she is sensitive blahblahblah 然后 但是sensible这单词 是另外一个sense的形容词 你要把它探成 等于明智的 或者就是smart 让我看 这里 这两张词 主要就是律分拆 ok 然后这是第一个 然后 然后往后第二句话 第一句话 不是说是改革这个系统吗 那一些比较明智的想法 已经是 have been around 这里就是你需要把这些 ideas 跟have been around 在一起 现在就是 around就是周围 对吧 但是想法 比较明智的想法 已经是在周围 说白了是有这种想法 就已经被提出了这种感觉 have been around 然后for a long time 对于长时间了 但是 还是那个点 上一句话 你没读懂 后面 但是 这个周级别的bodies 这里 因为周级别 肯定是在美国的州政府 这个感觉 the body 就是激动 不是身体 这里就 全文就没有再说人的身体 所以body 你可以说是一个 就是激动 也就是组织 但是这种周级别 现在就是州政府 一些组织 后面 但是没关系 你没有理解 这些body干嘛的 但是现在按照语法读 后面是定统句 前面是body 成的名词 对 因为the 成的名词 还有其他就是附属 这个bodies 后面发出这个govern govern 你需要认的 government 就是掌管 要统治 这些bodies 就是主语 然后后面定统句说 这些bodies 是掌管这个职业 这个职业名字 就是律师行业 对 所以你要把这个body 看成就是掌管 律师行业的这些 在州级别的一些组织 或者你就中文里面 你就理解成是body 但你要知道bodies 是干嘛的 bodies are governed the profession 这些bodies 已经是太保守 了去实施他们 那这个them 首先不可能是bodies 不可能是bodies 太保守了 去实施bodies 所以你再往后 再往前看 一个复述 就是ideas 这样的话就联在一起了 明智的想法 已经是有了 而且是很长时间 但是这种州级别的 掌管律师行业的 这个机构 组织 太保守 你 这里 to to 这地方是标准的 以至于不能来去实施 这些想法 OK 然后继续 一只想法 其中一只想法 是去允许人们 来去研究 或者去学习法律 作为一个本车的学位 张哉其实说白了 大家注意到这些细节没 本车学位 是在一些不相关的行业 就是说白了 本车 你不能学法 对 然后所以这里他说的是 允许人们来去学习法律 作为这 本车省 undergraduate degree 然后另外一个想法 这个时候 你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希望你在脑子里 你先把这句话 这段话 你自己要 稍微绕一下 因为后面都在说 一只和另外一只 就比较具象了 前面都在说的是refore 对 然后呢 但是中间你提了一句 有些就是这些掌管 太保守了 以至于不能 就完全实施他们 然后告诉你 其中一个想法 idea 第一个 就是去本车读 然后第二个 开始 第二个是让一些学生 sit for the bar 刚才上面都说了 就是bar 是design 对 然后今天咱们 就是implement这单词 我就不说了 今天大家 如果你这个单词 不认识 我觉得 你要花一些时间背单词 记得我说的背单词 就是你把这些考研文章里面 你不认识单词 可能要背一下 而且多花一些时间 这种单词 就是你必须会的 不会 你到这个节目眼上 我觉得 你的英语 就比较麻烦 这种属于就是高中 或者是 就高中单词 implement 这单词 我主要想提的是 它虽然是ment结尾 但是它是动词 而且是记忽动词 实施一些政策 实施一些计策 实施一些什么 策略都可以 然后另外就是 sit 咱们今天稍微说一下 其实很好记 就是sit这单词 作为动词的时候 有参加考试的意思 就这里是 你可以当成一个记忽动 sit 记得什么什么exam 也可以说sit for exam 这个意思 就很好 就是考试 可以坐那 然后 然后就是你去考试 所以这个动词 就sit 但是你看到后面 兵语肯定去考试了 但是考试也不一定exam 可能专用什么什么 Tofu IELTS 这种具体的名字 也可以说 sit 所以这里他说的是 另外一个是允许一些学生 来去参加这个 这个 巴尔考试 在仅仅两年 after only two years of law school 那这里说的是 在这个 法学院两年以后 而且仅仅是 只有 不是仅仅 只有两年以后才能参加 那不需要就是 是非常着急的 马上 就是毕业就要去参加 对 然后如果 这个 是一个真正 足够 那就是 这单词 是严厉 或者要求别人 那这里我觉得 其实无所谓 你判断出 反正是形容词 因为这enough 对 而且后面是test 所以如果 它是真正的一个 什么足够的测试 对于一个 would be 将会 未来的一个律师的话 还是一样 这都是条件 你看到 这个if 跨价价有了以后 你只要主要的意思 就要说的是 那些 可以来去 sit 那这个sit eat 就刚才说的 这些 buy exam 对 那些可以来去 参加这个考试的人 就是 ear 更早一些 不是在两年之内的 其实也应该是 被允许了 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这里商业说 赵斯尼是 他想去让 同学们 仅有的两年以后 才可以参加这个 only after only two years of law school 参加这个 buy exam 但是如果有一些学生 可以来去参加 他更早 那也应该被允许 相当于 主要的意思 还是赵斯尼 不要是 因为这里都是条件 但是核心意思是 两年以后 参加这个考试 然后这样 students还是主语 互定义同俱 但是你要知道 students主语 的位语在后面 现在你加了一些 什么样的学生呢 不需要这个 额外训练的学生 额外训练 他们说 这考试你要去准备 很贵 你要报课 什么什么的 所以 这些学生 发出recrude 可能就会减少 他们的债务 的删 那就相当于说 成都债务 一般用减少 证词cut 后面是buy 就是减少了 三分之一 对不对 所以 这两个 一个是 这个考试 可以多 两年以后 two years after 然后可以减少债务 但是如果可以 你有能力 也可以提前考 对 所以这一段 再说的是改革 这个核心 第一句话 非常标准的总分 这边文章 reform the system 然后会帮助 继续 然后刚才大家注意到 well there are many reasons for this 其中一个原因 就这两段 放在一起说 其中一个原因 是教育 教育太王贵了 所以说改革 这个系统将会帮助 那这个改革 明显是说 这个教育改革 里面说的什么 考试 包括一些什么 其中一个是 这个 允许人们 作为本科学习 对吧 另外也是 两年以后 才能考试 所以这都是说完了 那这两段是一个意思的 那再往后 那the other reason 开始了 第二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就是教育 现在你真脑子里面 非常清楚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 第二个原因说 为什么这个花费如此高 那明显要把这个reason 和意思连在一起 就是reason特殊的 定义从去 用外引导 修饰这个reason 或者这个 议生意战争是 同位同学 我觉得同位同学 会好一点 因为后面是完整句子 所以就是reason 不是做任何成分 另外一个原因 是什么呢 是具有限制的 guid-like 首先这一点 对于你 其实 首先你不要看错 你这guid 不要看成guide guide是g-u-i-d 就知道 这是guid 然后这里加点light 就是guid一样 像guid一样的 ownership 这单词你不认识 你不应该认识 你不需要认识 但是你往后读 他说另外一个 原因是 这个名字 核心 意识的后面的 核心比喻 就是这个 有限制性的 说明它是贬义的 对吧 不好的 像这个guid一样的 一种所有权的结构 对于这个行业 这时候 你要知道核心单词是谁 核心单词是 ownership structure 这些都是形容词 所以它的如此高的原因 就是这种所有权的节奏 那就是说白了 就是公司呗 只有公司有这种 所有权的节奏 对吧 张才商人中说什么 bit firm 对于这个 the business 这个行业 就是还是 律师行业 那所以这个guid light 你这里像什么一样 你读不懂 往后读 没关系 咱们等会再回来 所以他就是说 这个节奏 说白了 公司节奏是有问题的 就是它的有限制性 他说除了在 District Columbia 那这个District Columbia 就是DC了 咱们中文 经常平常说的DC 就是华盛顿DC 就美国那个 首都那个地方 但他说除了在DC 这些地区 不是律师的人 是不能够拥有 may not 不太可能拥有任何的 这种份额 对于这 律师公司的 所以这时候 你不管这个guid light 它就具体什么样子 后面你解释的是 首先第一点是 非律师不能拥有股份 对于这个法律公司 然后呢 所以还是讲 this 就是上一句话 非律师不能拥有股份 这件事情 会使得这种费用 fees 非常非常高 和创新很低 作者就开始接着你说 这件事情不太好 那使得这些fees 这里这些fees 那不可能是 公司运营成本 而再说的是 律师的这个收费 这个fees很高 然后同时 也有一些压力 是对于改变的 从 在这个行业里面 是有一些pressure for chain 有一些对于改变的压力 但是 都好后面也就在 所以说这句话 说完了 就没说 但是后面主要意思 是什么呢 反对者 对于变化 那这句话 主语是opponents opponents 后面 这些反对者 在这些监管者之中 regulators 所以你要把opponents 对于insist的发出 因为amond 解释短语 但是这些反对者 坚持认为 insist 我们再说一遍 insist的是坚持认为 对不对 坚持就是 坚持你的意见 坚持你的观点 persist 它是他们平常说的坚持 就是你坚持做一件事情 这样子 大家一定要弄清楚 所以这里说的是 但是 虽然说是有一些 改变的压力的 但是 这些反对者 却坚持认为 后面也就完整句子 所以这里横称了 就是动名次主义 从句里面一般 一句话的第一个单词 是动名次 说明就是动名次主义 使得 他们坚持认为 使得这种外人 就是 Alof从这种 一个法律公司出去 就不再这个 把他们保持在外 是吧 动名次主义 把一个外人 这些外人 明显就说的是 non lawyers 非律师 其实是会把这些 就把这些外人 阻止到一个公司以外 会忠立这些律师的 从哪里忠立呢 从这个压力 来去挣钱 这个pressure之中 孤立出来 说白了就是 让他们不要有 挣钱的压力 这是这个 反对者坚持认为的 就让他们就不要有 这个挣钱的压力 而不是 rather than from the pressure to make money 所以这里 相当于说 rather than serve clients ethically 就有道德了 对不对 那也就这里 相当于说 这个make money 和rather than 两个 是并列的 就是说 这个压力 是哪些压力呢 挣钱 而不是 道德 就非常道德 来去服务于 这些仇 所以这句话 告诉你 这些反对的人 opponents 坚持认为 让外人 在这里keeping keeping outside 不是动词 keep doing 咱们再复习一下 keep doing 这才是 保持作模式 somebody keep doing 对 这里我给他写一下 非常重要一个词组 大家一定要把这些东西 你不断的复习 去达到一个熟练度 somebody keep doing 什么都没有 keep doing 就是持续 但如果你现在说 somebody 或者something 或者是 就是something keep somebody from doing 那这才是阻止 所以 现在这些地方 就是 这里都是 keep somebody out of 那就指的是 让他远离 让他保持在外面 所以 保持这些外人 在一个法律公司外面 会 把这些 律师们 孤立 isolate 孤立 关键 这些单词 咱们平常说 孤立 把这些人孤立 在这里 它是有兵语的 孤立 这些谁的 isolate 一般from from the pressure 来去挣钱 而不是 道德的服务 说白了就是 让他们不要 孤立 把他们 从这个压力中 孤立出来 就是不要有 挣钱的压力 就能借到 所以他们是 这么认为的 就是他们 反对者 对于 让 非律师 人 不当 公司的 这个股东 所以这一段话 其实非常简单 照顾你 第二原因是什么 第二原因是 他的ownership 为什么 因为现在 non lawyer 不能 有份额 对吧 然后反对的人 他是这个意见 反对的人是这么想 然后但是 作者觉得 这件事情 会使得 他这个feas 非常的高 然后呢 创新是很慢的 好 继续 最后一段 那事实上 允许 还是在说 这个lawyer 这两段 最后两段 都在说第二原因 事实上 这作者觉得 允许这种 非律师 来去拥有股份 在一个法律公司 还是一样 allowing 这些话 多明确主义 发出有误 允许这件事情 将会减少成本 和改善服务 对于消费者 那豆豪 虽然这里后面 前面豆豪 by doing 也是一样 咱们讲了一万次 by doing 用来做壮语 所以这里 bu encouraging 是用来修饰 reduce 和improve 怎么降低 怎么提升服务呢 通过鼓励 法律公司 来去使用科技 和雇佣 职业化的 经理人 管理者 来去集中在 改善 这个公司的效率 方面 所以后面 这by doing 非常经典的 用来修饰 减少成本 和改善服务 那是用科技 或者用这个 来去雇佣一些 职业经理人 对吧 他去集中在 提升这个公司的效率 那这些效率 就是工作效率 OK 所以这些作者觉得 还是你允许 这种非律师 来去用股份 是好的 可以减少成本 提升服务 那毕竟 在其他国家里面 比如说澳大利亚 和英国 那主语是 other countries 毕竟在其他国家 都已经开始 来去自由化 他们的这个法律 职业了 法律行业 美国也应该跟上 所以这些作者觉得 美国应该跟这些 其他国家一样 来去liberalizing 自由化 这个法律行业 OK 这篇文章 我真的觉得 这个框架非常清楚 就是 第一段 告诉你是美国 现在这个很多 关于法律的抱怨 对吧 client's complaint 然后第二段 告诉你 就是现在 在美国花费很多 为什么抱怨 因为在美国 你要请律师 花了很多 同时 就很多这种graduate 现在也去不到 大公司 所以变成了 一个非常昂贵的 一个噩梦 还是在你解释下 为什么抱怨多 然后开始 下面四段 分别分两段 给你解释一下 这件事情的一个原因 这是不是标准的 一个总分 这是一个总 对吧 然后后面的四段 都是原因一 reason one 然后后两段 reason two 分别人解释一下 原因 然后怎么解决办法 或者怎么样的一个 就进行分开解释 OK 所以当你把文章 读到这个份上 咱们开始做题 第一题 他问你是 这个很多学生 来去take up law 那现在拿起这法律 作为他们的职业 是因为 那这里 所以原文中 说到一个很多人 要去pile into 记不记得 又使更多的学生 来去挤进这个法学院 让尚文中说的 最高 最好的律师 是挣了很多钱 这件事情 OK 那这句话 咱们再读 他说 原因是在于 due to 因为 因为这种 逐渐增长的需求 来自于客户 文中没有说过 来自于客户的 需求 对不对 b 逐渐增长压力 对于通货 这也没有说 c 这些前景 在大公司里工作 这些好像看似是对的 但是原文中 人家说的是 你看一下 就是有没有挣钱 人家说的是 挣了很多钱 又使更多人 来去 选择法学院 那也不是 在大公司里工作 大公司里面 就可能会挣钱 但不一定 没有明说 你再掺帝 是这些吸引力 对于这些金钱上的回报 那这明显是挣钱 所以只能掺帝 对吧 二期 第二题 他说 下列哪一个选项 增加到了 这个法律教育的成本 花费 在大多数美国周围 那这个时候 同学 就这段明显 在说的是 这部分 仅仅只有一条道路 对于这律师 首先一上来 才是四年的本科学位 在一个不相关的专业里 然后呢 是一个三年的法律学位 在其中一个两百者 法律学院 然后呢 这法律学院 是被这个协会所认识的 最后一个是非常昂贵的 准备 对于这些考试 这里人家说的是 expensive preparation 准备这些考试 需要花很多钱 那这个时候 咱们赌 第一 更高的这个学费的费用 对于本科 学业 人家说的是本科 其实是不相关的 unrelated subject 所以这的话 里面 这个本科学费 反而是没有增加到 这个legal education 因为本科都要上的 对不对 本科是不相关的 所以没有增加到这种法律教育上 A B 他说是追求一个学位 bachelor degree in another major 那这里有一说一言 我觉得是这个可能出题的人 他原文中其实说的是一个 严格意义上来 我的认为啊 是刚才我讲的时候 是说的是这个研究生学 一般在法学院里面 大家去上完本科以后 然后是law school 这部分 实在说的是 法律学位 三年的一个法律学位 在一个法学院里面 那这个时候 而且是另外一个 就是专业了 这个时候 我感觉 要不就是出题的人 觉得他 这个还是一个学士学位 相当于说 你是重新来去 学了一个法学 作为一个学士学位 这里 而且是在另外一种 也就跟原文中说的是相符 只不过是我跟大家说 这里 在我看来是一个研究生学位 但其实是法律学位 算是一个学士学位 最起码这句话 或这题目 是全文中 实实相符 然后你再看C 如果你不确定C的话 B的话 是录取的批准 来自于这个 法律学位 那明显 这个录取 怎么可能收费呢 你考试 人家准备是收费的 对 然后D 接受训练 被职业的一些学位 那也没有说 没有说我接受训练 对 参加了考试 你就会成为律师了 哪怕你接受一些训练 但是原文中 没有说我 Receive training by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所以这里应该是B 就是 只能说是ACD 都是错的 然后这个B 这个bachelor degree 我得可能稍微了解一下 可能这个法律的法学位 它其实沿着一上来说 还算是一个学习学位 好 然后28 Hindrance to the reform 这里这个 首先一上来 这个单词 我其实不太多 咱们讲了这么多 很少这种题材里面 有这种词 但是你要判断出 原文中说的这种改革 但是你要判断 这个Hindrance 这是名词 名词 也就是整个题目的主语 这个名词你不认识 这个东西对于 因为兔还是箭头 对于改革 在法律系统里面 这个Hindrance 你要判断出来 是来源于 发书中 那原文中 同学们说到这个改革 一动就这么几句话 第一 首先说改革 就是很有用了 对吧 然后这种合理的想法 是已经有一段时间 但是 这个掌管这个职业的机构 是非常的保守 然后来去试试他们 其中一个想法是这样 另外一个想法是这样 这都不说了 然后呢 还有一个债者 说明这个原文中说的是 这个 就是教育债者 另外也是股权债者 你可以不允许 非律师来去成为股份股东 然后这里说有一些 这个压力来去变化的 那这其实也是for 这个变化 对于否定的人 反对的人觉得 让他们可以免受这些压力 好嘞 那这时候 你至少你要读到的是 这个东西对于改革 原文中 其实没有说支持的 你说的是 反对这三次 阻碍的人 是来源于什么呢 来源于 那这时候 A 他说非职业的 职业者的 非常尖锐的批评 从来没有说过 非职业者的批评 这篇文章 B 律师和客户的 强烈的一个抵制 resistance 这里 这篇文章中 也没有说过一些什么 就是 客户的 强烈抵制 关于改革 对吧 可能第一段说了一些 客户很多抱怨 但是关于改革方面 从来没有说过 客户的一些意见 C 这种 Rigid 私办的一些机构 来去掌管这个 管理这个职业 那不就是原文吧 对不对 这里是真原文 一些字都不再变了 对不对 Govern 说的是 说改革 这里 看 But sensible ideas have been around 但是这些机构 州级别的这些机构 什么机构 掌管这个职业的机构 是太保守 以至于 不能实施他们 那不就是 Rigid 比较死板的这种 机构 掌管这些行业 对吧 See Alright 人家全文中说 如果你有能力 过这个考试的话 你可以提前考 继续 那这个股权的节奏 Guild了 这个词 咱们 其实刚才我没有讲过 忘了讲 Guild的这种词表示 这种同行协会 这里 Is an organization of people who do the same job Guild的来自指的是这个 就是你这个行业里面 这个协会里面 这个机构里面 所有人只能是做一样的工作的 所以刚才这么说 是非律师不能拥有 这个 一个公司的股份 那也就意味着 里面拥有股份的老板 都是律师 所以这不就是 统业的一些 就是 里面所有人都是干一件事情 那只有人要Guild Alright 有些其他翻译吧 行业协会啊 什么什么 你在这个行业里面 只有是 做这件事情的人 其他人是不能拥有股份的 Guild Ok 然后 这是这单子 这里他说 在律师行业里面 这种股权节奏 其实是被认为是限制的 一部分上是因为 那原文中 其实说了几个事情 对吧 现在限制是 降低这个创新 然后会把这个 行业的费用提高 那 还有什么什么 这个 还有什么 就使得这种非律师人士 反正不能去 最后一段 是不是说的 你使得这种非律师行业 去用股份 其实好的 可以用来很多事情 降低这么成本 什么提升服务 那他现在不让这些人进来 Alright 然后咱们看 A 阻止 一部分是被认为是限制 Is considered 后面这些家的形容词 被认为是限制性的 一部分上是因为 那这些Eat 明显是这些节奏 对吧 因为这些节奏 会阻止律师 来去获得一些 合理的 应得的一些利润 这里就没有说过利润 这个单词 权文中也没有说过 会阻止律师 得到一些利润 对吧 就没有说过钱 你确权文中说的 最好的律师 挣了很多钱 但是没有说过利润 没有说过这个 也不是在说的 就是结奏 那一段里面 那一段里面 就没有这个利润 这种单词 Alright 然后 B B他说 还是 Keep lawyers from 这里咱们刚刚说了 Keep somebody 阻止律师 来去持有 法律公司的一些股份 那这不是相反的吧 人家是 原来是 写的意思是 只让律师成为 法律公司的股份 持有 这里为什么是阻止的 Ok C Aggrabit 恶化了这个 道德上的情况 在这交易 这一段 有 但凡说了一个道德 但指的是 让这些律师 免受这压力 再去挣钱 对吧 而不是这种 道德上服务 这个 客户 但是从来没有说 这篇文章 还是你要把题读准 人家说的是 股份 就是拥有这个结构 会怎么样 但是这股份 这个结构 不会恶化 这个 道德的情况 反而是提升的 因为他们觉得 对吧 是 你不让这个 让这些律师 免受这些 挣钱的压力 所以说要去服务 道德上 更好的服务客户 那所以说 这不是 aggravate 这单词 大家还是可以记一下 aggravate 就是 把它导致 变得更坏 对 然后这单词 我建议大家 跟这个 deteriorate 一起记 deteriorate 拼写 现在越来越不太行 好了 这样都是恶 把这些东西 搞得更杂 搞得更差 OK 然后D 他说 这件事情 一定上是因为 禁止外部人员的参与 在这个行业里面 那这不是 最起码是 原文吧 因为他就 被认为是限制 不让外人来去参与 不让外人参与 外人可能会带来一些 更好的事情 对 只有这一个是原文中提到 这些都没有说过 特别是这些 原文中说的反而是 你去更好的服务 更有道德的服务 而不是aggravate 好 然后三个题 在这个 就是文章里面 这个作者 他说的是 主要讨论 meanly disjustice 这个时候还是一样 对 就是说白了 你对于一个 全文的一个 总体的一个 创架 对 全文中一个 总体的创架 是在说 咱们正在说 一上来就一定说清楚了 现在美国的 这些客户 抱怨很多 对于律师行业 然后反正是 花费很多 然后反正毕业生 也不太行 所以后面 都在这里说的 原因一 原因二 那整个这篇文章 就在画的 非常大的总分 总不就是主要意思吗 就说这些问题 就第一个原因 和第二个原因 分别怎么解决 或者是分别 这个原因一是什么 怎么解决 原因二是什么 然后还能怎么解决 OK 那这个时候 你看到后面 先猜ABCD选项 对不对 你别 对不对 这里 你别看这ABCD选项 四个词非常长 这时候就考验 你能不能在语法上 你先读对了 ABCD 我给大家稍微 大家现在读这种考试的时候 你先看一下 这ABCD 分别是单词 还是句子 如果是句子的话 那你要读到诸卫兵 如果是 一般都是名词 那你要找到 那个主要名词 那大家稍微一看 其实你会发现 ABCD都是名词 所以说这时候 你要找到那个核心名词 你看一下 这篇文章是不是讲那个东西 A 他说是错误的拥有制 对于法律公司 和它的原因 那原文中提到拥有制 但是不是原文中 主要讨论的是拥有制 对不对 B 这篇文章 作者是不是主要讨论的 一些因素 这些因素 我觉得 虽然说这原因占大部分 但是有可能对 对吧 然后你看一下 后面说 这些因素会帮助使得 就是帮助做成 或者是 形成 一个成功的律师 在美国 那全文中 是不是在说 这个帮助成为 一个好律师的一些因素 那全文中 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律师 应该做这件事情 然后你或者再做一些 其他事情 但是原文中 说的是这些问题 然后原因 一是因为这个法律 教育 花费太贵了 对吧 第二个说的是 这个股权制的 拥有制的有问题 但是从来没有说 做成一个成功律师的 一些因素 然后C 首先一上来 这个问 或者咱们先看D吧 D一上来 它是一个角色 对于本科研究 在美国的法律系统 从来这角色 我感觉我就不会选 这篇文章 不是在说角色 是在说问题的 问题是不是 A problem 在美国的法律行业 和对它的解决办法 那这篇文章里面 分别说的原因一 其实里面就会 有解决办法 对吧 就是怎么来去 这个教育费用降低 然后原因二是 因为就是股份 但是怎么解决 让这些非律师 参加进来 所以这篇文章 不就是核心 在讲的是问题 第一个核心名词 第二个名词是 Solutions 就是原话了 C OK 今天这篇我觉得还是 读起来比较轻松的 但是还是希望大家 学到一些东西 欢迎大家三连 然后评论 发弹幕 感谢你们 希望 你们下期再见 拜拜 All right 欢迎来到 必战干货之王挑战 讲完所有英语 考验的视频 环节 我们今天已经来到了 2012年的Test4 然后今天的文章 可能给2012年 四篇文章收之为 但我同时 同样觉得 好像这一年 没有那么的强度大 我希望大家 可以感受到相似的事情 但是今天 这篇文章里面 会讲一些非常重要的 生活的常识 这个常识 会在你以后的文章之中 或者是生活之中 会遇到一些东西 今天我觉得 这反而是重点 因为你在以后的文章里面 肯定是以后的真题 不一定在你今天考试会碰到 但是 以后的几篇里面 你肯定会见到这些逻辑的 All right 谁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文章 以上来 第一句话 其实就是我想说的 说一下这些Union If the trade unionist 这个Jimmy这个人 还是活着的话 在今天 这是标准的一个 正常的虚拟区 就是War 在这里是在今天 如果 他今天活着的话 这里其实我画上去 不是想讲这个虚拟区 而是想讲这个Union 这个词 我不知道大家现在 可能大部分人 从于学生吧 对于这个工会 这个东西 你早看 或者 具体的认知 是什么 如果 长话短说 用最简单的语言来 去描绘 在英语里面 或者国外的工会 你可以把它看成 是跟老板 对抗的一个组织 老板是 就是反正 发工资 或者什么 就是创立的一个公司 但是工会 是把老板的 对立面 员工们 团结在一起的 一些组织 就是一般 在一些公司里面 前几天不是 那个苹果 在新西兰 澳大利亚 就 他们 就是有一些 这个当地 苹果的员工 一起组成的 一个工会 那这个工会 那肯定是 跟老板 对着站的 为什么 因为他会跟一些工人 就是争取一些福利 争取一些反正的事情 然后老板可能不愿意 对吧 然后双方之间 就会产生一些 就是谈判 或者 所以最简单的事情 你要把工会 跟老板 看成对立面 工会是 站在这个员工的角度 老板是站在老板的角度 这是 很重要的逻辑 然后 再往后 所以他这里说 如果这个 那是贸易 工会主义者 这些人还活着的话 今天 他很可能将会 就 不是 将会很可能 代表 sill servant 这里也是 咱们今天 再复习一遍 现在英文里面 表示这种公务员 唯一的一个说法 sill servant sill这单词 前几天 他们还说 有文明的 就非常礼貌 这种感觉 civility 这种名词 这也没这么说 可能 这种公务员 但是中国的人数会多一点 因为很多行业都有这个 就是这个行业 但是 工职员 在国外 其实倒是 因为大部分还是私企 但是sill servant 就表示为了政府 一些机构工作的一些东西 好吧 好 然后再后 所以这句话 你读完了以后 你要知道的是 如果 他今天活着的话 他会代表这个 公务员 那也就意味着 其实 相当于 这第一句话 就跟你说 现在这个公务员里面 很多人都想成为 或都想来去建立公会 这就大家可以 概要吧 就是你要知道 这个还是 国行都比一样 国外是公务员 公务员是为国家服务的 但是 公务员也会组成一个 类似于 公务会的 这么一个事情 那就是 如果是公务员的话 那 公务会 就是代表公务员 他对抗的可能 就是政府的一些公务 也不是对抗 就是跟政府这个机构 或政府的一些 就是工作的地方 来去形成一些对立 大概是这样 所以 很可能会代表这个公务员 当 这个人的 那这 你要注意到一个细节 在于这是大写 那说明他是 他的公司 或者他这里说的是公会 商业 公会主义者 可能这是这公会吧 当他的公会 在他的鼎盛时期 在1960年的时候 仅仅只有一个 那这里 1 in 10 10分之1的美国政府工作者 是属于一个 公会的 那这里刚才我说 现在大家还是 把他带到 哪怕是公务员 他也可以形成公会 然后这里 咱们今天 非常重要的一个词 是这个prime prime这个词 首先 它是有形容词的 形容词和名词 都表示这种最佳的 最佳状态 或者说白了就是best 然后这段词 如果特别是 咱们今天见到的 这个公务员搭配 in one's pride 去云莱形容什么 运动员是最常见 当运动员在 他的巅峰状态的时候 in his pride in her pride 就是这种最佳状态 顶盛阶段 in one's pride 所以这里说的是 当他的这些 teamsters 在他的鼎盛时期的时候 在1960年 只有一个人 一个美国 这是美国的政府工作者 属于一种毁 但是呢 现在36% 那这里这度是非常清楚 是并列这个belong 那这里这些belong 是过去在1960年的时候 那现在 那这里就是 现在是 对 alright继续 然后 那 还是一样 这句话 是不是一个具象 具象是为什么 为了 第一句话服务的 第一句话照顺 你现在很多公务员 是公会代表的 所以马上给你举的例子 1960年只有十分之一 现在36% 然后继续 在2009年 这个公会主义的数字 数量 这句话的主义是 the number the number 然后是unnumber of 是量子 后面的那次的主义 那这里说的数字 在这个 就是公会主义哥 在美国的公共行业 这个数字 past 这里非常重要的细节 在于 past是位语 对不对 但现在核心 是that 因为后面就是off 能用来形容这个that 那这时候你要 首先你不要着急 去读后面 你先要理解到 这个就是that 是来代替谁的 因为说的是 超过了 他们fellow member 就是同样的成员 在私人行业的that 这里整个核心比喻 这么长的词 就是唯一核心词 是that 所以这里that 明显代替的是 上文重数的一种 你一定要去上文重数 这里很明显 我希望你可以带到 是中国主义者 或者是整个 这个that 也不可能 我觉得代替 number它本身 也是带有着这种 因为说这是 公会主义者的数量 所以整个现在这句话 应该说的是 在2009年 公会主义者 在美国的公共行业 超过了 他们在私人行业 就是 fellow member 也相当于说 或者你可以把 这个fellow members 可以理解成unionist 因为这个fellow member 就是同样的人 或者我的同胞们 我同样的事情 然后这个that 单独看成是number 一样的意思 所以在公众行业的 公会主义者 超过了 私人行业 那什么叫public sector 就是公务员 所以国家 会为整个公众服务的 so service ok 所以第二句话 两个例子 这句话跟第二句话 第三句话一模一样 就告诉你 就是现在公务员 有很多公会主义者 然后继续 再是一个句话 在英国 超过一半的公会主义 行业 public sector 工人 but only about 这里 就是我想跟他说 这个地方 对不对 我感觉很多同学 可能会读上那个 not only but also 但是你看清楚 这里不是but also 是but only 也就是说这里 超过一半的公职人员 more than half of public sector workers 那这现在前面 是一个名字 超过一半的 公务行业的工人 但是 仅仅只有 百分之大约 15的 私人行业的工人 那这个 once代替 workers 也就是先们 目前为止 我希望大家看 这一群 你可以看到 是两个名字的并列 第一个是 这一部分 然后呢 但是 只有 这个only是只有 about在数字前 咱们再强调一遍 是大约 仅仅只有大约 15%的 私人行业的工人 然后这两个 超过一半 但是只有15%的 私人行业 是被 公会完 这只细节 我觉得大家 还是要读清楚 读词信 再说一遍 没有词信就没有意思 只有有的词信 才有意思 这里你判断出来 more than half of 就是量词 public sector workers 然后这个but 是转折的意思 在于 这里是一半 在这里 只有15% 这是一个 两个名词的并 名词并 也是可以用but的 不光是 只有and or也可以 but and or 这三个词 是意思 词性完全一样 不是意思不一样 但是词性是完全一样 你可以说 a and b 你也可以说 a but b 这些说 a or b 所以第一段 其实非常简单 因为后面 你现在在读这种文章 你一定要知道 它说什么 那明显后面三句话 都是例子 例子是干嘛的 三个例子 对吧 例子都是为了解释第一句话 第一句话就是说 现在 Civil Servant 公会化了 没了 OK 然后继续 第一段 然后马上 第二段 还是第一段 以上 There are 有三个原因 对于这个公共行业 公会的繁荣 那特别 你这里 还是 我昨天讲 像这种段落 你整个直接分 就是 总结 这一段的时候 就非常简单 公会化 现在公共行业 公务员 公会化 的三个原因 三个原因 然后你开始 就接着 一个一个读就行了 第一段 他们可以来去 把一些东西 关闭掉 那这些类肯定 明显说的是 Public Sector Unions 就是公共行业的 公会 可以把事情关了 然后 without 咱们再强调一遍 一般情况下 后制都是做壮语的 也就是用来形容 这句话 为了Shut down 怎么可以把这些 事情关闭掉呢 在不会遭受 太多的情况下 你先别往后读 你先把前面读懂 without suffering much 的情况下 可以把事情关了 所以说 这些公会很有用 然后后面 in the way of 表示以什么什么 的方式 那现在这里 还是一样 in the way of 就是以这个方式 来做一些事情 还是做壮语 但是这个壮语 就不是说 前面的这个 Shut down 因为现在这个壮语 是在这个 借此短语里边的 这个suffering 这也是个动词 不必是它动名词 也就是说 说来形容 suffering 那后面说的是 这些公会 可以把事情关闭 什么情况下 关闭呢 在不会遭受 太多的情况下 怎么 什么情况下 遭受太多呢 以这个 后果的方式 遭受太多 在这个情况 它们不会发生 不会发生的 这种情况下 公会可以关闭掉 这时候 你脑子里边 绕一下 说白了就是 这些公会 可以关闭一些事情 但是不会遭受 太多结果 就这么讲的 这是第一个原因 马上第二个 second 公会 还是一样 第一句 就一句话的主语 是代此 they 那应该是上一句的主语 上一句话也是they 那就是在上一面 unions 付出 然后这些公会 是大部分都是bright 聪明 和受教育 这就没什么说的 说白了 这也在 应该是公会里边的人吧 对 然后马上 culture of American 这是举例子了 也第二 说的是受教育 非常聪明 四分之一 美国公共行业的工人们 是有一个大学 文凭的 大学 degree 这标准的举例 OK 第二 然后第三者 they 还是这种会 现在已经主导了 左到右 的政治 那这里 我们今天 另外一个细节 left of center 那说白了 其实就是中间的左边 那 这里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逻辑 在于 英美政治 英美政治里面 一般分成 左和右 这就 我希望大家 以后的文章里面 以后我会说到 再到这些点 下次可能发现坏一点 就是 包括在英国 咱们就这里先说 其实英美是一样的 就是 左 咱们说left 你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 是代表群众 然后呢 代表群众 那就是为了这个 群众来去做出一些什么 福利 谋求一些什么权益 谋求一些事情 对不对 如果在美国的话 你要知道是哪个党呢 是民主党 democratic 就现在这个 拜登那个党 然后呢 关于有些情况下 经常是在这个 税收方面 以后很多文章里面 都会关于税收 那关于税收这方面 你要知道 这些人肯定是 希望增加税的 但是为什么呢 因为是 不是增加他们的税 因为很多人都是在那种 税务线以下的 他是想需要 给企业加税 给这个富人加税 OK 然后这是 左 他站在群众的角度 那右 那就是对立面 他是站在什么 站在企业 或者精英 大战略 我是笼统说一下 肯定 精英 然后同时 在如如在美国的话 就是川普那个党 Republican 同时 那明显 在税收方面 川普 是提倡 减税的 给企业减税 给富人减税 那这里 首先 我希望你可以盖到 虽然说 在座的 这位成长 大部分都是觉得是 你这么说的话 肯定是要向左 比较多一点 咱们就是平民到外行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右侧的这些东西 它不是没有道理 比如说这篇章 咱们一会读到 就明显是站在这右侧的 站在就是右边的 为什么 你要知道 特别咱们这种 来减税的事情 就川普希望 给这个 你看似给这些 她的富人 给他减税 或者给企业减税 但你要知道 为什么给企业减税呢 是因为企业减了税以后 企业就可以 可以有更多的钱 来去招人 有更多的钱 来去扩大投资 有更多钱来去就业 增加就业 那这样的话 其实大部分老百姓 也是生活可以正好 就站在这个角度 能知道吗 他不是说 就是给那些 就是老板们钱又更多了 不是的 但公司减了税以后 公司又可以 更多的人可以招人 那招了人以后 那可能相当于说 就是老百姓反正 也会受益 大概是这原理 好了 然后 稍微一点细节 所以他这个地方 你要判断出 他说 现在这些工会 那明显工会 是特别在公共行业 公共行业 占据了这个 左派的政治 然后继续 一些他们的这个关系 已经主导了 左派的政治了 那就是一些这种 现在工会里面的关系 go back 可以往前 推很长时间 可以往前 关系很厉害 推很久 马上 举例子 具象 英国的工党 as its name imply 正如他的这个名字 所暗示到的一样 这些s在这里 明显是 连此表示正如 imply 暗示到 那因为工党 工人阶级的党 所以英国的工党 是这边的主语 正在这些s 英国的工党 已经很长时间 被关联 associated ways 和贸易的 工会了 就是告诉你 为什么左派 左派是工党 英国的工党是左派 然后站在这个工会的一面 站在这个工人的一面 同时继续 他现在的这个领导 那这个意思就是 就是工党 上一句话主语了 上一句话主语了 上一句话主语是英国的工党 他的 现在的领导是这些人 然后 所以 leader和Oth 站在一起 然后这些单词 咱们今天要承担说一下 就是这单词 怎么说呢 如果你要看它 还是说白了 你要听它的宾语 放在一起 如果这单词后面是钱 那这第一个意思 就是欠 就一般都是欠 欠别人钱 或者是 all me a favor 欠我一个忙 欠了你别人 给你一个 东西 对 比如说 you owe me 30 dollars 你欠我30美元 那这只能去欠 所以你一定要看它怎么用 这是极不动词 然后呢 这单词 另外一句是 怎么说 比较常见的 是 all 比如somebody all something 而故意搭配 you are to a o a to b 那这时候 你可以把它记成 把 a 归因于 b 或者这里 其实也是欠 就是你 你 你欠这个a 的一些东西 然后来去得到的这个b 就是上代于说 我得到了 我把这个a这件事情 归因于了b 这里我建议 当然还是 如果是绕不过来 你就继续搭配 就它一般都是估计搭配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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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a to b 把a归因于是b 然后 这是第二 第三个 另外是这么用 o in to 那这里 大家可以看看 借次次度 那就等于 because of 这里我专门写的是 because of 不等于 because because是连子 because of 它是借次 所以 那这里 他说 现在的 他的领导 o 他的 位置 他的位置就是领导位 然后后面是to 所以这里是归因语 就是现在 他的领导 把他的这种 现在当成领导 这个位置归因于 投票 这个投票就来自于 公共行业的 工会 所以告诉你 这个人之所以能当领导 就是因为工会的 这个知识 所以还是告诉你 现在英国的工党 就是工会 这个占据 第三个原因 所以这段 很简单 三个原因 你自己可以 一 是什么 可以关东 关事情 关闭一些事情 不遭受后果 二 受教育 三 就是占据了 政治 左派的政治 继续 这两段 一上来就告诉你 非常简单的两段 读起来 非常思路明确 第一段就是现象 现象公共行业 公会很盛情 第二段 为什么 然后再往后 at the state level 在这种 这里应该如果是在 美国吧 你后面看到 加利福尼亚 应该是州 如果在英国 就是国家了 在这州的级别 他们还是说 公会 公共行业公会 的影响力 可能是甚至 更加令人恐怖 这里你就从 这个fearsome 你也可以读到 这个作者 是站在这些 工会的对立面 不然的话 他就不可能用 这个fearsome 很恐怖的 很可怕的 对不对 他们的影响力 这个人 是这个中共 关系 和中共策略 激咒 对于加利福尼亚 是激咒大写 所以这个人 你要真 破坏下 都在一起 这个人指出 这里你就不用读 后面 我想问一下 你现在自己 要有这种概念 就这句话明显 他们的影响力 是增加的 令人恐怖 然后马上具体一个人 这个人指出 那你猜后面 你觉得是什么意思 这里我在 我想跟大家强调 这不是技巧 这是逻辑 这就是 你读到这里 你还猜到 正常人都这么写 上文中说 他们的影响 上一句话 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非常可怕的 然后这些人就指出 而且这些人 还是public policy institute 所以后面 你哪怕这时候 就是你如果 后面没有读懂 但是你要按照 这些网子这个逻辑 上去推 那明显这些人指出 就是他的影响力 可能是比较可怕的 或者你取的例子说明 总而言之 是明显的 为第一句话服务的 这些人指出什么呢 大部分这个州的预算 budget 都是被巡逻的 被这个公会 那这里我之所以 我就翻译成巡逻 也是因为 你如果这段次需要记 就表示巡逻 或者巡查检查 而在这里 你如果做翻译 可能翻译成 他们的预算 是被检查 被监督 被监转 这都OK 但是这里 如果你认识这段次patchel 我觉得大家在读的时候 你没必要太纠结 这意思明白就行 OK 然后那是不是 这样我说的 他们大部分 这个州的预算 都已经被公会所拿捏 对吧 所以监管 那是不是在说 他们的影响力 增加的令人恐怖 例子 那这是我说的 就是哪怕你没读懂 你要往这个方向去靠 然后 the teacher 那这里 the teacher's unions 就是老师们的公会 keep an eye on 就是把眼睛放在上 就像监管 就是顾尼搭配 不说了 在schools 这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有个票 s票 或者票 s 应该这里有个s票 就指的是 老师们的公会 在去监管 这学校的预算 然后呢 这个应该是另外一个公会 这属于 你要判断出来 前面是不是主位兵 teachers unions 主语 然后keep an eye on 顾尼搭配词读 是动词 然后school 就是学校预算 主位兵 所以说同时 这类种逗号 那也就意味着后边 不可能在家里 这班上去 除非有病例 那这个时候 你先判断出来 第一点 在于前面是 keep an eye on 最终的解释是on 然后同时这里 the ccpoa 这是大写的 那你要知道 这里明显应该是 或者你判断出 这叫on person 就一般说 在监狱里面 是in person 那这里有着on 我希望大家可以快速 就是用你的这个经验也好 或者你的 今天你知道也好 你可以判断出来 这里其实是一个 动词的并列 但是把动词省回到 所以说这个是 ccpoa也是一个 其他地方的工会 这个工会 是keep an eye on keep an eye on persons 就是说 这个工会 是监管着 监狱的预算 那如果你把这两句话 读到 第三句很简单 然后第三者 还有同时 以这种这样 劳动力的组织 是在监管着 医保的预算 那这三句话 其实理论上 是三句话的并列 是可以的 然后同时 这三句话 都用着同样一个位语 所以把后面两句话的位语 都省略掉 只留意着最终后 就这借词断语 OK 所以这句话 也非常简单 就这个组织开始说了 他们在这个 州的级别 州 的影响力 也很大 而且恐怖 然后继续 那在很多发达国家 平均工资 在这个州的 不是 在这里是state sector 刚才一定要反映很快 这里state level 就在一个 因为后面不是有 加利福尼亚 或者 就应该 理解成国家级别也可以 但是 这个地方 in the state sector 那就变成 这个国家行业 什么是国家行业 就是公共行业 所以这是 它无非定换 刚才他们用的是 public sector 对吧 这个state sector 就是在公共行业的 平均工资 在发达国家 是更高的 比在 私人的 行业里 这个one代替的是 前面的 sector 所以说是state 对应private 刚才是public private 然后这句话 这段话 其实 说的是 除外的公务员 比私人行业的人 平均工资 要更高一些 但是 那这瞬间 这两句话 主要意思后面 但是呢 真正的 games 这里 首先 派达主是 名词 games这单词有动词 在这里 come肯定是动词 因为这里就原型 所以这些games是主语 主语是名词 那你要把它中文 翻译成是名词 但是真正获得的东西 是来到 怎么来到呢 是在这种 好处 和 工作 实践之中 这里 你要 对比出来 首先 现在这两句话 连接的是一个but 谁就这样的话 是对比 那前面这句话 说的平均工资 在这个州 国家行业是正高的 比在私人行业 但是 这里真正的 获利的东西 其实是在福利 我这里已经说公司 或者说这个公共行业 是真正的获得的事情 是在福利和工作实践之中的 所以这里又是但是 虽然说工资平均比较高 但是真正的东西来自于这里 然后继续 很多政客 已经 非常不断的 重复性的 backloaded public sector pay deals 那这里 咱们平常说 这里专门有着双引号 说明就是一个 非正常的一个单词 但这两单词 我希望你可以判断出来 明显是backloaded 咱们说upload是上传 backloaded 或者download是下载 那这backloaded 就是往回载 就是往回来去拿 那这里关键是在于 你要判断出 现在这个backloaded 是一个动词 对吧 you have backloaded 那它的病是谁呢 是公共行业的 工资的一些协议 那这个时候 这里你肯定是 盖得不到什么叫 backloaded public sector pay deals 那这句话 主要意思就是说 政客已经不断的去 往回拿 公共行业的工资的交易 工资的一些协议 那你再往后读 你看一下 这个事情就怎么样了 或者你解释一下 keeping the pay 那这里还是一样 逗号后面是非语言词 因为前面主语 卫语 卫语 标准的主卫语 那这个逗号 现在后面有keeping 就是还是 咱们再复习一下 三种可能性 一种前面就是有的deals 然后还有可能是 前面的主语 politicians 还有可能是前面一句话 那前面一句话 就是backloaded 就前面一句话的核心 其实就是那个位语 这是政客 backloaded pay deals 这件事情 发出于非语言语 那明显你 这三种都有可能 剩下的你需要去读 后面 后面的意思是说 保持这个工资的增长 是一般的 modest 就是这单次 如果说人家谦虚 再说数字的话 就是增长的一般 但是 那这个时候 adding的明显是 真正的keeping 对 但是又增加 adding to 到了这个 节假日 和特别是一些 养老金上 这些养老金 是已经 已经比较大方 那明显 同学们 这个非语言语 就只有可能 是前面一句话的 也不可能是工资的协议 也不可能是政客 对 而且这里双引号 就是为了你解释一下 这些政客 backloaded的这些pay deals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 backloaded这件事情 发生了以后 就会保持 这个工资增长 没有那么多 但是 这件事情 会把真正是 加到了 backloaded这件事情 是加到了这种 节假日 和特别是一些养老金上 养老金已经是 已经很大方 所以你要判断出来 前面要主战 就说白了 让工人们 这个 节假日争夺 然后养老金也争夺 那是不是 这句话 是给你解释了一下 上一句话 上一句话说的 benefits 就是 pensions 或者这个 好的 work practices 他们真正的这种 就是 公共行业的福利 在工作行为上 和一些福利 福利可能包括一些养老金 包括一些什么 就是 节假日 对 好 然后也就是说 这一句 这一段话 这个作者还是在说 现在 公共行业 是挺好的 对 虽然就是 真正的福利 平均中资已经很招了 但是真正福利 在于这种福利 福利制度 还有这个工作实际中 然后pension这三个词 这个词还是 大家 你要具象化一点 就是现在咱们说的养老金 这无限一经里面 是有这个 大家工作以后 会知道 pension ok 然后另外一个 以后 对我想起来 以后咱们文章中 会讲到这个概念的 我希望你可以知道 一点在于 养老金对吧 是很多 现在就是 比如说每月 你工资 发一万 发五千 你会拿出一部分 给到这个养老金 然后这养老金 帮你存着 然后以后 等你老子再给你 但是你要知道 你给的这个钱 不管这条国家也好 这条公司也好 在国外 这个钱是放在那里的 然后呢 这个钱 它不会单 就单纯的放在那里 所以说很多公司 很多国家 它都会有一个 这是咱们以后 文章里面会见到的 金融的一些事情 pension fund pension fund 就指的是 一间公司 一间国家 这养老金的那笔钱 被拿去做投资 因为fund就是基金 基金就是用来 就集资 然后做投资 所以就是pension fund 大家能知道吗 养老金的钱 是用来去做 投资的 而咱们应该过几天 就会讲到的一篇文章 还是之前我讲 我忘记了 OK 然后再后 所以 但是这段就是说的是 他们现在福利很好 作为公务员 继续 那改革也已经被积极的反对了 vigorously 非常有活力 这个词 朋友们很好记 vager 你只要能把vager记住 就行了 vager因为中文 咱们有一个非常 通俗意懂的意思 是吧 中文的伟格 就是这个单词来的 你可以查一下 viger是干嘛的 然后就是vager 这单词就是表示活力 有两个评线 就活力 经历 活力 vager 然后就是名词 然后形容词就是vigerous 就是非常具有经历 就活力 那这里要拍的是vigerous 是用来形容这个opposed 反对的 那这里就是中文 就是出版的程度 就是被积极反对 改革已经被积极反对的 很可能 最臭名 最大化的 最 就是明显的 是在教育方面 这里你要判断出来 这个改革 这个改革 什么改革 那么以前是公共行业的改革 reform 就是 就对于公会 公共行业的改革 公共行业的公会的改革 已经被 积极反对了 目前为止 全文就 就说了一件事情 就是公共行业的公会 所以这里改革 那肯定是公共行业的公会的改革 但是公会的改革呢 一直被积极反对的 很可能最著名的是在这个 教育方面 这个单词 notoriously 或者notorious 咱们平常说的是 就是说白了 你很著名 但是这个著名 属于那种就是 不好的事情 著名 臭名昭著 就是成语的 你知道本质就行了 然后是在教育行业 逗号 那这里后面是 where 在这种领域里面 后面有着where 大概率是定义从据 就是说 这个改革是 最被在教育行业反对的 在教育行业里面 where这里是做定义从据 他们就说的是 在这个教育行业里面 同时后面加一个完整句子 在这个领域里面呢 这种 Charter School 特许学校 这些学校是美国特有的 就不说了 大家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但判断出 这应该是个学校 对吧 在这个教育方面 学校 学者 或者学术 还有一些 绩效 merry pay 就是merry这单词 就是你可以看成 咱们平常说的 你的优点 你的价值 你的美德 然后 或者你的功绩 那这里说的merry 因为核心单词是pay 所以大家可以看成 就是你做了一些事情 然后这个 公司 学校 按照你的成绩 来去给你奖励 给你奖金 merry pay 这是功能价费 就是咱们中文里面说的绩效 在这里说白了 就是 在教育方面的改革 公会里面 是最著名的 notoriously 在这个教育行业 这些学校 这些学术和 绩效 都面临着 battles 这个中间这词 你不认得 无所谓 但是你要判断出来 都是faced battles 都面临着一些 斗争 你要知道这斗争呢 明显是工会是一方 然后这个学校就是一方 或者是机动 公司是一方 或者是公共行业 反正是机关 这都是一方 然后这个drawnout 首先你 这明显是两个词吧 drawn drawn 是这个drawn 就是过去分词 对不对 就是那个 拉 drawn 拖的这意思 然后这个 这是第一点 第二件事情是 这叫out 那些前面是拉 然后out是出来 就是拉 已经拉出来了 然后这叫drawn drawn 作为过去分词 表示这些形容词 然后加于联子不认 out 就指的是被拉开的 被延长的 被拖延的 这个我觉得 这些词也不是特别常见 但是稍微记一下 但是我说了 这种就是你不重要 但是你抓住 重点是在于 这些学校 这些mary pay 都面临着一些斗争 所以告诉你是 改革 是被反对的 反对就是你要改 别人反对 所以说是battles 对 ok 然后继续 even though 即使分句加主句 即使分句里面 是有很多的证据 evidence后面 同位同句 什么证据呢 再一个完整句子 就再套一层 是这个老师的质量 是最重要的一个变量 variable 今天咱们 再复习啊 我弹幕里面 大家告诉我 常量是哪个词 在这里说的 即使 有很多证据 已经表明 老师的质量 是最重要的一个变量 这个时候 斗号 even though 分句结束了 有两层 一层是 there is plenty of evidence 第二层是 evidence 都很为重句 说了这么多 但是 这里大家千万 一定要把这证据 自己发出来 但是 老师们的宗会 已经来去 斗争 去反对 get rid of 这是 投资中庸的 还是挺多的 就是说白了 等于去除 get rid of 这个词 大家不认识 今天最重要的词 没什么说的 去除 应该够容易做 然后 但是这些工会们的 老师们的工会是 这里 首先 fought against 是反对 是反对 去除不好的 那明天是once 明天说是老师们 不可能是unions 去除不好的unions 上面句话 上面的付出 就是teachers 所以老师们的 这是我刚才说的 你只要能盖到 这个工会 是为了员工 服务的 那这句话 就是读起来非常轻松的 就是即使 现在even though 尽管 对不对 有证据表明 老师的质量 是最重要的 一个变量 但是老师们的工会 是向着老师的 老师们的工会 就已经反对 那去开除 或者排除 那些不好的老师 同时 这里你要判断 还是找并列 promoting时间 get rid of 并列的 所以说 你要把前面的都在决 同时老师们的工会 也反对 提升好的老师 那相当于这里 你就明白了呀 这是坏的 不排除掉 对吧 不开的 好的也不奖励 也不提升 那这会造成最终 就是大家动力不足 对 OK 所以说这一段 同学们 虽然说这个作者 跟你说的是 改革被反对 但其实 这开始跟你说 这个 开始批评 就是工会了 对吧 union 反正就是不行 第一个是在 特别在老师的 就很多斗争里面 特别是在 教育行业 这里说是 教育行业 被斗争 然后继续 所以这里 就是第二段 其实刚才他们 总结到 Public Sector 他的那个 就是 讨贷 这个作者 其实写的是 真正的福利 对吧 是来自于 benefits 和work practices 告诉你怎么好 就反正 而且就是 政客们 看到没 是政客 总是把这些好的 就是交易 工资的协议 去往回带 让他们 就是工作 只是他们工资 增长的不太多 但是 增加了 假期 这其实你可以 看得到 就是作者 其实也在 虽然说 作者觉得 这些人的福利 很好 在描述 但是这个作者 在抨击 他们的心理 然后这一段 也是在抨击 对吧 就是 在教育方面 是改革也被 反对的 然后 ask the card 那这里 as就 这么长 人家是 廉词 廉词一般 我都是随着 或者因为 这两个人 完全可以互化 任何时候 都可以互化 作为as 那这位 as the cost 因为这个 成本 或者是花费 那这个to是 花费到 每个人的花费 that just everyone else 其他人 这些其他人 相对于原文 这篇文章里面 说公会以外的人 随着这个 其他人的 这个 花费成本 已经变得 越来越明确 越来越清楚 clear 分局结束了 as 关系统计 真正的主局 政客已经开始 来去 镇压了 这里这些政客 明显是 他的反方向的政客 对 然后clamp down 也是今天一个次度 大家平常表示 压制或镇压 反正是 抑制他们 clamp down 所以 因为这里说的是 对于其他人的 这个成本 越来越着 代价越来越着 然后马上 in Wisconsin 是不是例子 就还是 纵分 第一话 政客还是 已经镇压了 还是已经抑制了 这些 公务行业的 公会们 在Wisconsin 这些 很多公会 都已经 rallied thousands of supporters 对 这里 你要弄清楚一件事情 刚才 你先把 对 这就是千万不要脑补 这句话 其实看似简单 其实挺难的 好吧 大家想想 这两句话 这两句话的关联 就是这些例子 为什么可以解释 第一句话 第一句话 咱们从前往后读 你不要 从后往前踩 你先读到 第一句话 说的是 对于其他人的成本 当然我说到 越来越明显 所以说政客 已经开始镇压 公会了 那你要知道 这个政客镇压 可能镇压公会 让公会不好 对不对 让公会 就是反正 让他们 限制一下 但是第二句话 说的是 Wisconsin 很多公会们 已经聚集了 召集了 数千的支持者 Southsand supporters 来去反对 或者这里 Against 应该形容 这些支持者 这些聚集者 都是反对 这个人的 这个人是谁呢 是Hardline 这里说的 比较硬的 路线比较硬的 Republican government 这句话就 需要你 首先第一点 Get到 Rally 这个单词 表示聚集 作为动词的时候 这单词 其实今天重点单词 第一个是 把谁谁团结在一起 让很多人聚集在一起 干一件事情 Rally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咱们 就我不知道大家听过 那种比赛里面 拉力赛 把很多人放在一起 拉力 汽车比赛 或者自行车比赛 其实就是Rally 就是这个名字 这是第一 第二点 第三点意思 在经济数字 股市里面 Rally 这单词 表示价格回升 或者就相当于 复原 恢复建长 那就是说人的 但是说 在股市 就是价格回升 经常会大跌以后 什么Southsand market Rally 就是大涨 就是用上去 这个词应该是 今天咱们重点单词 在这句话里面 这个Rally 表示聚集了 所以他这里说 在微信上行 这些工会们 已经聚集了 数千的支持者的 就是反对 这个Scott 这些人的 然后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 这个Scott Walker 是Republican Governor 这就是刚才 那个细节了 这东西 你要不理解 根本就没法读了 Republican干嘛 Republican是用 工会是左 所以Republican 是跟工会 做斗争的 所以这句话 你要概要到 就是因为 工会 已经聚集了 很多人 来去反对 这个Scott Walker 这个Scott Walker Scott Walker 是反对工会的 那所以说 从侧面意思上 是不是告诉你 政客们 已经开始 限制工会了 因为限制的工会 工会才会 召集很多人 来去反对他 这其实是 反面的一个例子 这能让我来 特别是 Publican这些线索 Governor在美国的 语境下 就是州长 然后这些Hardline 大家可以理解 就是它强硬的 就是线很硬 所以大家要把 这两句话的关系 读到 然后同时 但是 很多 那后面是Visin了 这个Manage 就是代子 很多人 一般来说 首先你要想到 但是很多人 在这个公共行业里的 很多人 他其实也会 Suffer 这些单词 咱们刚才说 你见到一个单词 Suffer from 对吧 这单词 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细节 它既可以当级物动词 也可以当 不级物动词 就是比如说 Somebody Suffer 那这时候 你要知道 就是不级物动词 就是这人会 遭受一些 遭受的土难 或者是遇难 或者是不好的事情 那如果你想说 Suffer什么 就是这些人 遭受了什么事情 那一般都是 Suffer from 这是相当于 级物动词 但是他可以当 不级物动词 而且这里 你要判断说 虽然后面有这Under 但是这个 没有这个 估计搭配的 所以这句话 其实是 不级物动词 从这里 但是很多 在公共行业里的 这些人 其实就也会 遭受的 在什么情况下呢 在现在的 这个系统里 也 所以 告诉你相当于说 还是在说 这个 这个Butter 跟谁转折 跟这句话 转折 因为中间 这是例子 这两句话 其实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 一个意思 就是 随着其他人的成本 代价已经变得明显 所以说 政客们 开始要去 镇压 这个共会 对吧 但是 哪怕现在 在公共行业里边 的这些人 就不是 everyone else 是在本身 就是公共行业里边的人 他们其实在 现在这个系统下 也会 suffer OK 所以 这一段 这个作者 继续开始 抨击 工会 然后政客 politicians 已经开始 来去反对了 所以很多人 就是 工会 召集了很多人 来去反对 这是政客 继续 然后马上 一上来 这段 就是人 就是具象 这个人 是哈佛 陈琳迪 的学校 学院的 然后这个人 points out that 指出 里面指出什么呢 这种 norms of culture 正常的文化 这些单词 他们 norm就是 norm的名词 他们比较 norm就是正常了 formal是 每次 这两段词 大家见的时候 formal是正式 什么叫正式 比如说 你今天穿的 很正式 什么西装 领带 什么这些东西 但normal 表示正常 什么是正常 再具象化 你每天早晨 起来 都是 现在 上海起来 这就是normal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每天都是 吃饭 吃三顿饭 norm 你不吃饭 他是不弄 abnormal 所以这是形容词 但是名词 这个事情 表示常态 也不正常的事情 所以非常好用的 或者是一个短语 什么什么 become the norm 这件事情 变成了一个 非常常见的事情 在写作文的时候 你可以用一下 试一下 什么什么已经 你想说 这个事情很常见 这件事情 has become the norm 已经变成了 一个常见的事情 变成了一个常态 大家现在应该都知道 某些事情 所以这里他说 文化的norms 核心的主语是norms 就是正常的事情 在西方的公共服务里 首先目前为止 这么长 都是主语 核心词是norms 文化的正常事情 在西方公共服务里 所以说你要把 这些suit 这些正常的事情 其实是迎合 或适合这些人的 什么人呢 定义同居 想要去 待在原地不动 那这个stay put 大家想要一个场景 就是大家经常 看一些电影里面 说什么 强战 警匪 打仗 然后经常说 有人 you stay put 就你待在这里不动 待在原地 再去蹲掉 什么的 stay put 这是非常常见的 固定搭配 没什么说的 这些put 也不是放力的 这里stay put 你这些人形容词 待在那里不动 stay put 所以常常说 在公共 这里人家说得很清楚 是公共服务的 文化的常态 适合那些 想要去待在原地不动 那是不进步 对 适合这些人 但是 是比较坏的 这里记着 这里我感觉 就是因为 有一说一 我感觉 语法有点错误 因为语法 这里是 逐语是norm 我不知道是 我的版本的问题 因为这个 意思是对应的 这个suit 这个suit 是复数 逐语是norm 所以这里 应该用着复数 但是 这些 文化 就是常态 是不好的 对于那些 高层就这 说白了 你想 就是实现 就是说白了 不要躺平 因为适合躺平的人 对不对 不适合那些 想要去实现 争夺的东西 所以这一段话 那明显是真上面的 就是 还是这个作者 在最后总结 抨击这个公会 这种极致让人 可能就是 呆在原地不动 不会进步 老师的质量 他也不会换 也不会提升人 OK 然后 继续 所以这是总结话 那唯一的美国公共航 唯一的 美国公共航的工人 这是这话主语 后面先立下定义工具 所以是walkers 位于在后面 什么人呢 正 远远超过25万美元 一年 的工人 所以这里你要把 这个walkers 真正二连在一起 唯一能在公共行业 征25万美元 这应该是 算是高收入的吧 这些人是谁呢 是大学的 体育老师 教练 和 美国总统 这点我不知道 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美国的那种 大家经常看什么NCAA 美国的大学 体育联赛 都是非常挣钱 虽然说球员不挣钱 但是教练 挣了很多钱 这点 我 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美国大学 篮球名校的 篮球教练挣的钱 不比 可能比NBA挣的还要多 但是学生是一分钱不挣的 然后那个球是非常火爆 大家可以稍微去了解一下 橙橙球也是一样的 所以但这句话告诉你 是不是 给你解释一下 适合那些待在园里不挣 因为唯一超过25万一年的人 只有 体育教练和美国总统 那说白了就是 不太适合 high achievers 对 OK 继续 那 银行家们的 非常fat 肥的 这个 工资单 工资的这个信封 package 这个单词 咱们今天最后一张 这单词我还是稍微商量的说一下 就是 首先你要判断说这个 pay package 固定搭配 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领过工资啊 但是国外可能这个工资 原来啊 现在也不会 就一个信封 结的 所以他就会把这个pay package表示这种工资 这工资的这个包裹和工资的就是 信封给你 可能现在就是纸票原来可能有如果发现金的话 中国可能原来也是给你个信封吧 一样道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其实我想讲一下这个package 这单词就是大家见到那种 现在你很多 吃的都是那种小包装 小袋子装的 这种就叫package 一个月包茶啊 这里是food packet 食物 什么坚果啊 这种东西 一个一个小袋 就是package OK 然后这里所以说他说的是银行家们非常肥的这种工资 其实已经吸引了很多批评了 那银行 图面你要知道 这不是公共行业了 这在国外银行是私企 我如果没有记住美国是没有 国家是没有银行的 美联储是管理银行 跟中国人民银行一样 但是 所有的银行是私人的 银行家们挣的钱很多已经吸引了很多批评 但是 一个就是后面主要意思 公共行业的系统 定义统句 也就是这个系统 因为这里并且两句话 逗号 逗号加把他后面并且两句话 逐语是system 先加定义统句 什么系统呢 不会奖励高成就者的系统 的这么一个公共行业系统 所以 a system 这种系统 可能会是一个远远更大的问题对于美国 所以最后一段 其实就是作者总结了一下 这个union 这种公共行业系统 不太适合高成就者 high achievers 所以同学 这一篇文章 我觉得非常好总结 第一段是现象 现在很多人公共行业里面当公会 在公会里面 然后三个原因 然后开始跟你说 这一段是在 国家的 或者州的这种层面 他们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同时在公共领域 他们的这个 真正的是好处在 对于福利和工作的一些行为 对吧 有假期啊 然后从这段开始 开始给你抨击 就是一定是改革 现在很难 然后特别在教育方面 我看我自己的笔记 都完全不用看文章 我都知道说什么 在教育方面改革不好 不能改革 然后影响了一些老师的质量 对吧 就是好 差的不吵 好的也不提升 然后最后 这一段再说的是 很多政客 已经开始反对这些公会了 然后最后一段 告诉你 这些公会不适合 想要去 不躺平的人 好 如果你把文章 读到这个份上 咱们开始做题 这个题 他认为说 可以被 破知 从第一段 这里就 就是用到咱们 你的总结啊 对吧 或者你也可以读完第一段 就做题 这个我觉得 倒是影响不大 然后 昨天我这家说了 这些东西 其实你怎么做 看你个人的习惯 不会影响你的分数 因为影响你的分数 只有能力 那第一段 当然说的是 现在很多人 加入的众会 我这样举着三个例子 开始 Timsters 这样的人 就是第一段 那个人的众会 仍然有一大量的成员 这里就完全没有说过 原来说 是 在他 1960年巅峰的时候 仅仅只有十分之一 美国的政府 工作者 属于一个 工会的 然后现在 你要知道 这里是美国 政府的工人们 36在属于工会 但是从来没有说过 这个人的 这个机构 现在仍然有 很大量的成员 1960年 是他的巅峰时期 这个人 曾经 曾经是 现在不是了 是工作 作为一个 Civil Servant 公务员 人家说的是 他会代表 这里是一个 工会主义者 从来没有说 他曾经是公务员 他想代表公会 代表公务员 C 公会 已经扩展了 他们的公共行业的 会员 那不是远话 是第一段 在他说 第一段 我是不是说的 Civil Servant 公会 已经开始增加了 然后 这是你举着三个例子 那不就是 第三个 传项吗 公会们 很多公会 已经扩张了 他们公共领域的 会员 然后第一说 政府已经提升了 他们的关系 和Union 从来没有说过关系 第二段 还是一样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rue of paragraph 2 以下是哪一 这是对的 根据第二段 他们这种是系列提案 第二段非常好总结 三个原因 为什么现在公共行业的 公共行业的 这个 公会 开始繁荣 thriving 当然他们稍微自己总结一下 第一个是因为他们 就是不会遭受一些后果 没有后果 然后第二个是 秀教育 第三个是 这个政客 也是主导性的 然后开始 公共行业的公会 是prudent in taking actions 公共行业 是非常谨慎的 这个prudent 这单词 我觉得 你是需要记的 如果你不认识的话 这属于高中单词 就是比较谨慎的 小心的 精明的 有些时候 所有人花钱 花的不多 对吧 但是 就是哪怕你不认得 这单词 但是你怕他说 就行不词 那这时候是 公共行业的公会 是非常怎么样的 在采取行动方面 刚才那三个理由 就完全是行动 没有任何关系 第一点是 不会遭受一些 后果 对吧 会可以来去 关闭一些事情 在没有遭受 后果的情况下 这人他们采取行动 怎么样 就没有关系 因为这里 形容的是 在采取行动方面 是怎么样 然后第二是受教育 第三是政策 就是主导一些政治 包括预算 这都没有任何关系 好 然后 然后 B 第二 教育是被要求的 对于公共行业的 公会的这个会员 membership 这单词 咱们平常现在 你到哪里 什么 变成我们的会员 变成我们的 就是终身会员 都是membership 这里 人家说的是 公会的人 或者公会 都是受我教育 但是从来 没有说我教育 是被要求的 这就是说白了 你读准了就行了 你能照我来 我没有说 你必须要有这些教育 才能被要求 就是才能进入到 这个成员 然后C 工党已经 长时间以来去反对 公共行业的unions 那明显人家是支持的吧 人家说的是 就是多贵他投票 就反了 所以只剩下地了 地是公共行业的公会 很少得到麻烦 为了他们的行为 那这是对的呀 为什么 因为 人家第一个一笔 就说的事情是 可以关闭一些事情 在没有任何遭受太多 后果的情况下 38 可以被获知 从第四段了 这就是每一段 每段 第四段 你自己稍微数一下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那这一段说的是 平均工资比较高 比较私人行业 但是真正的好处 来自于福利 和工作的一些行为 对吧 然后这些政策 都不断地去增加 他们的这个 啊 价息 但是他们工资增加 就是工资的增长 保持在 就是不太多的 这种情况下 但是也会增长一些 但是这里他说的是 在英产生的收入 在这个公共行业 是怎么样 首先 这个主语 你要判断出来 整个后面都是 一字的 兵语 所有东西都带出 是收入 是非法获取 这你就 我不知道这些人 怎么能写出 这个选项 B 收入 在公共行业 是 不直接地被增加 这里就有点 靠谱了呀 为什么人家 因为人家说的是 这个工资增长 是modest 但是真正的福利 来自于hardy 或者是pensions 或者这些工作 实际行为 那这里是不是 是被间接地增强 那这个argument 这个词 大家要想记得 现在也是非常火的 一个行业 叫 就马上 我看到很多公司 都已经开始出了 叫augmented reality 咱们俗称的AR 增强现实 就现在很多人 戴着眼镜 在眼镜里面 可以看一下东西 这就是增强现实 在你现在 肉眼可见的东西上 加一些东西 所以VR是virtual reality 就是你看到 这是虚拟的 这是VR AR是你现在 比如说 看到了你的面前 然后戴着眼镜 就在你面前的一些东西上 加一些信息 加一些图片 加一些很多东西 这是增强现实 这里这单词 说的是增加增强 它是被间接增强 那这个是 我觉得最起码是靠谱的 就是有点东西 对吧 工资 收入在公共行业 是被过度增加 人家明明说了 这个事情是会 就是 keeping the paying crisis modest 使得它的工资收入是 就是适中 而如果说人是谦虚的 那么 所以说不是 excessive 过度的增加 对 也没有说是被 公平的调整 就完全没有说 就是到底是公平调整 对 所以 然后 这个威斯康辛的例子 就是工会的例子 展示了工会的那样 这就是考验你 让他这句话 能不能读懂 第一句话说的是 政客已经开始 镇压这些工会了 但第二句话 它是一种反的 这个角度 说 这些工会 已经聚集了 数千的支持者 来去反对这个政客 这个政客是反对工会的 那你要把这些细节读到 然后所以 他这里问你 这个例子 这个example 展示了 这些工会怎么样 然后 咱们看 A 说 这些工会 经常是 反对 现在的 政治系统 这里首先 首先 这句话 就第四段里面 只说的是 政客反对工会 然后工会 召集的人 去反对政客 对吧 但是没有站在一个工会 经常反对 政客的 而且这些A选项里面 宾宇说的是 现在的政治系统 人家说的是 反对一个政客 从来没有反对 说政治系统 你读准了 就不会选 B 工会 是可以改变 人们的政治态度 这就不知道 他说啥 政治态度是什么 你不是 在美国 原来支持这个 现在支持那个 现在人家说的是 召集了很多人 来去反对 那说明 召集的那些人 而且是支持者 那就是支持工会 那就没有改变了 召集他们 去反对那些 他们本来就反对的人 没有改变 人们的政治态度 C 工会 是很可能 是一个障碍 对于公共行业的改革 那 这是原话吧 因为 这里 我感觉 这 他有点 自己有点串 好吧 有一说一 或者他 这里 把它理解成是 上一段 上一段 说的是 改革已经 开始 被反对 对 然后这段 这些微商心的例子 因为下文中说的 政客已经开始 镇压 这里其实说白了 就是 也是这意思吧 因为政客要镇压 要去限制这些工会 那是不是要改革 但是这些工会 就聚集了很多人 支持的 去反对这些政客 那不就是 说白了 工会 很可能是一个障碍 对于公共行业的改革 这里稍微有点靠谱 D 工会 是主导性的 在政府 从来没有说 在政府里面 是主导性 这里 但凡这篇文章 你读到 记得 主导性的 是说 首先 他们先找到 那种 dominant dominant 这句话 人家说的是 在左端的政治中 是占据主导性的 对吧 这人在政府里面 政府 跟这个政党的 这个他们的方向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你可以说 这个 就是有这个政治方向的人 占据的 这些政府 但是你不能说 是因为他们 在左侧的政治里 就是politics 就是政治里面 是占主导地位 就在政府里面 是占主导地位 从来没有说这一点 对 然后还有一个 根据政府里面 这篇文章 说的是那些预算 呃 这预算在哪里 啊 这里 就是指出 这个很多 这个州的预算 都是被这个工会 所呃 巡逻 或者监管的 后面这些就是 在这种地位 但是也没有从来说过 工会 是 主导性的 在政府里 人家说的是 在左侧的政治 我在这边 在左侧 左向的这种政治里面 是占主导地位 但是没有说 在政府里面 就不一样的概念 OK 所以接着选C 然后40 这个人的态度 对于公共 行业 系统 是 那这里 你明显 只要把这句话 读懂就行了 这些人不再说的是 公共行业的这种 正常的事情 对吧 适合那些 想要躺平的人 但是比较坏的 对于那些高层 明显这里说的是 如果你把这句话 但凡能读懂了 那我觉得 也应该是 就直接第一个 哎呀 就贬义的 不同意 对于高层的时候再说 而且后面又说 这么一个只适合 就是不会奖励 高成就的人 可能是一个 远远正大的问题 对于美国 还是在说贬义 虽然说银行 银行家们的 这个工资 已经很高了 接受到了很多批评 但是主要意思 然后包括这个 这里我觉得 其实这几句话 应该 都是这件事 因为这里不是 直接赢 所以都是 points out the norms they put now is much bigger problem 然后 c是赞美 就不说了 tolerance 忍受 不是太多了 indifferent 是冷漠 indifferent 这三次表现 不关心 就不注重 那不关心 就不会出现 这个